被自己喜欢的人羞辱 是种怎样的体验 暗恋多年的男神 突然向我求婚 我欣喜若狂地答应了 可之后我却在朋友圈 看到一条被风转的视频 竟然是他和前女友的结婚现场 女方结婚当天 临时加价二十万彩礼 不给就不嫁 他们的婚事就这么黄了 一瞬间五雷轰顶 原来我只是一个备胎新娘 很多人都说 我是走了狗屎运 才能跟陈金结婚 婚后 我和陈金一起打拼了三年 换了新房子 买了辆八十多万的车 银行账户里有了些存款 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 生活越来越好 陈金当初突然跟我求婚时 承诺过我的那些话 他几乎都做到了 如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我们也商量好了 开始备孕 那天是我的排卵期 他跟我说好了 晚上会早点回来陪我 于是那晚 我早早地洗了个澡 换上一套新的情趣内衣 喷了香水 然后我打算着 只要他一回来 就能看见我躺在沙发上 风情万种的模样 然而 我等到很晚 陈金才给我发来一条短信 晚上临时来了个重要的客户 要应酬会回去很晚 我看着他发来的短信 莫名心头一慌 许是我太敏感了 我又回了短信给他 好 那我先睡了 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际 听到家里有动静 我起床出来一看 是陈金回来了 不过他正躺在沙发上 闭着双眼 眉头紧皱 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 我走到了他的跟前 一股浓烈的烟味直窜我的鼻腔 我皱起了眉头 你抽烟了 陈金闭着眼没理我 他好像睡着了 我又凑近了闻了闻 他身上可不仅仅是烟味 还有酒味 我当时挺生气 毕竟我们俩最近在备孕 他说破戒就破戒了 可是看着他喝多了酒 难受的样子 我又有些心疼他 我想了想 蹲下身子 推了推他的胳膊说 老公 洗个澡再睡吧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他轻轻扁了扁嘴巴 看起来有些委屈 不要洗澡 我跟陈金结婚三年 说来还是头一回见他醉得这么厉害呢 我无奈地笑了笑 在他耳边柔声说 不洗澡多脏啊 你闻闻 你身上都臭了 陈金的脸上忽然流露出难过之色 他说 云云 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 我当时浑身一震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瞬间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我以为陈金早就忘了周云云了 毕竟我和他结婚三年 从未听他以及身边的朋友提及过周云云 而周云云这个名字 就是我和陈金这份婚姻里的禁忌 准确来说 我能被陈金求婚 全都来自于周云云的神助攻 三年前陈金和周云云决定结婚了 他们婚礼前一天晚上 我独自在家伤心欲绝 喝得烂醉 但第二天早上 陈金却抛弃了周云云 敲开了我家的门 捧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 身后浩浩荡荡地站了一排伴郎 他单膝跪地跟我求婚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猛了 我记得陈金当时一脸诚恳地说 我现在虽然没钱 但是我在努力创业 未来我一定可以 给你一个富足的生活 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 请你嫁给我 我可以发誓 婚后我一定全心全意只爱你一人 如果我违背了誓言 那就让老天惩罚我 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 我从学生时代便喜欢陈金了 爱与女孩子的矜持 休于其耻 等后来我想跟她表白的时候 她的身边已经有周云云了 至此 我一直跟她保持着朋友间的距离 从未愉悦 可我没有想到 有一天她会忽然跟我求婚 那一刻的狂喜 让我甘愿放弃所有 也要跟她在一起 然而婚后不久 我意外从微信朋友圈上 看到了一条视频 当时那条视频都传封了 而视频里的男女主 竟然是陈金与周云云 那天是陈金和周云云的婚礼 她满心欢喜地去周家 接新娘子周云云 结果被周家临时加价 索要二十万彩礼 视频中 陈金一脸诚恳地和周云云协商 她说 云云 我现在的确没有这么多钱 但是我答应你 等今天办完婚礼后 我一定想办法去凑二十万 不及你爸妈 你先跟我回去行不行 周云云冷着脸 十分地不高兴 她说 什么叫补及我爸妈 彩礼还有事后补的吗 况且 我爸妈要这二十万 也只是希望我嫁给你之后 能过得好而已 陈金陪着笑脸 态度十分卑微地说 云云 你就稍微体谅一下我 体谅一下我爸妈 我一时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可周云云忽然就冲着陈金骂了起来 当初你跟我求婚怎么说的 你说结婚后一定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 现在你却连二十万都拿不出来 你怎么能确定我嫁给你之后能过上好日子 我反正今天话说在这了 要么你现在就去拿二十万来 要么今天这婚就不结了 周云云说完那些话后 陈金的脸色都清了 他沉默了两久 之后又问 你就因为这二十万 就不结婚了 周云云情绪激动到 不结了 谁爱结谁结去 陈金是真的生气了 他紧紧地抿起双唇 神色晦暗道 周云云 我平时是不是太宠你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你就不能收敛一下你的任性 高高兴兴地跟我把婚结了 周云云当时就怒了 他骂了起来 陈金什么叫我任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那个朋友王清 你们表面上关系清白 我早看出来了 他可喜欢你了 你不是要结婚吗 你找他跟你结去啊 反正今天这婚我就是不结了 周云云的话彻底激怒了陈金 他沉下了脸 扭头便跟一群伴郎说 我们走 视频到此结束 后来的事 我全都知道了 陈金走后 带着一群人直接去找了我 并且跟我求了婚 当时我看完这段视频后 心里又隔应又委屈 我没想到 陈金忽然在婚礼当天跟我求婚 只是因为跟周云云赌气 但是婚后 陈金并未让我失望 她跟周云云彻底断了关系 她对我也一心一意 我慢慢地 也就不再纠结她当初 跟我求婚的原因了 后来我听说 周云云也嫁给了一个 喜欢了她多年的男同学 从此 她的名字 在我们的世界里 也就彻底地消失了 这三年来 陈金除了性子寡淡了些 其他方面 她一直都做得很好 是一个绝对合格的丈夫 平凡又不失温馨的生活 让我已经渐渐地忘记了 当初陈金之所以会跟我结婚 并不是因为那时候 我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 而是因为当初 她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 退而求次 选择了我 而如今 陈金久后的一句话 瞬间便让我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三年来 她从未忘记过周云云 我的心跳异常地快 我不相信 她会突然提起周云云 我死死地盯着陈金的脸 然而忽然就在那个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一声 我的心骤然一咯噔 趁着陈金熟睡之际 我将她的手机 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有个被陈金备注为供货商 小周的人发了一条短信来 她说 谢谢你给了我和宝宝一个家 我几乎可以确信 这个供货商小周 就是周云云 光凭一条短信 我并不能断定 陈金和周云云 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我以一个女人的直觉 能够确信 陈金的心 必然已经动摇了 我闺蜜栗子 跟周云云老公 是大学校友 我通过栗子了解到 周云云跟她老公 一个月前就已经离婚了 而周云云 今年才生了个儿子 离婚后 她把三个月大的儿子 一块带走了 栗子没有帮我打听到 周云云离婚后的住址 而我在陈金的手机上 也没有查出 她最近有什么 大手笔的开销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跟陈金 是去年才搬到了新家住的 刚好也是一个月前 陈金跟我商量了 说我们那套旧房子 先前的租户退租了 她说 想把我们那套房子 暂时借给公司的 一个大客户住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了 我问她 公司的大客户 好歹也是个有钱的老板 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 我们那套两居室的旧房子 结果 陈金神神秘秘地跟我说 那个大客户 在外面养了个情人 是个还没毕业的女大学生 我们公司的大部分项目 都是那个客户给的 如今 只要把我们的房子 暂借给客户 客户到时候 跟我们一条心 以后有什么好项目 肯定都是紧着 我们家的公司的 我总归还是不太乐意 把房子借给别人住的 而且还是两个 关系不伦的人 但是陈金跟我说了 人家最多住一年 因为我们那套房子 离那个女大学生的学校近 等她大学毕业了 就不会住在那了 等我松了口后 陈金一再嘱咐过我 千万别去打扰人家 万一惹恼了客户 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转 可如今我前前后后 把事情捋清楚后 恍然意识到 我们那套旧房子 哪里是借给客户了 压根就是 被陈金自己拿去 养小情人去了 和陈金结婚三年 我虽然是他的妻子 但在感情上 我其实一直都很小心翼翼 虽然当初陈金 跟我求婚的时候 说过 婚后必然会 全心全意地爱我一人 可是有时候人的感情 不是自己说能控制 就可以控制的 他从未主动说过他爱我 偶尔我故意闹他 非要让他说爱我的时候 他才会勉勉强强地 为了应付我 说上一句 即便是那样 我都十分地心满意足 我一直觉得 我和陈金就这样开开心心地 过一辈子 也没什么不好的 可我无论如何 都没有想到 那个曾是我心头唯一的噩梦的女人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 又出现在了 我和陈金 这份看似幸福的婚姻生活里 例子是做媒体工作的 人脉很广 我让他帮我找了个可靠 又擅长专门跟拍别人的记者 然后我把那套旧房子的地址给了他 果不其然 没多久后 例子就发了不少周云云的照片来 照片发过来后 例子的电话也打来了 她说 我朋友暂时还没拍到你老公有去找过周云云 但是你家那套旧房子 的确是周云云带她儿子在那住着 我当时就起疑了 我问例子 我说 照你之前跟我说的话 周云云属于净身出户 而且离婚后 她老公连孩子都没要是不是 例子愣了一下 忽然震惊地说 不会吧 陈金那狗东西 不会真的早在一年前就跟那件货勾搭上了吧 那一刻 我的心凉透了 我说 我怀疑那个孩子是陈金的 其实 如果仔细推敲起来 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一年前 陈金为了拓展公司的业务 三天两头的就出差 有一回她出差回来 我闻到她身上有股浓浓的香水味 我当时就已经起了疑心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问她 她就吐槽起回程的飞机上 她旁边坐了个女的 身上也不知道喷的什么香水 难闻得要死 还有一次 我发现她的行李箱里 出现了一盒拆封过的杜蕾斯 她解释说 她在机场的商店购物时 发现杜蕾斯出了新款 就想先买着 然后等回来了 跟我试试 至于为什么拆封过 她解释的时候 一脸的羞涩与尴尬 她说是她一个人住酒店 很想我 便自用了几个 她说着说着 就缠起我来 结果我便轻易 被她给糊弄过去了 事后 我想到陈金是有解体的 所以她那时的解释 我还是完全相信她的 可是如今回想起来 我骤然发现 她的那些解释 压根就站不住脚 只因为我当时 太过信任她了 她怎么说 我就怎么信了 那天陈金晚上下班回来 一直有些心不在焉 我大概猜到 她怕是满脑子 都在惦记着周云云 吃饭的时候 我故意提起了 我们的那套旧房子 果不其然 陈金忽然就回过了神来 我说 老公 我们之前那套房子 你那个客户 住得还满意吗 陈金忽然愣了一下说 挺好的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了 我又说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 先前的那个租户 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 说是卫生间的天花板 那块总是漏水 我找师傅去修过几回 也不知道 现在还漏不漏了 陈金的眼神微微闪了闪 然后说 客户没跟我说起过这回事 应该是不漏了 我点了点头又说 那就好 陈金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埋下头就开始使劲扒饭 他也真是做贼心虚 忽然又问我 对了 你最近没去那套房子 打扰人家吧 我心下一颤 拿着筷子的手 跟着抖了抖 我仰起唇角 勉强地笑了一声说 怎么忽然这么问 陈金别过目光 故作镇定道 你也知道 那个姑娘 是我客户的情人 人家怕生得很 所以 你千万别去打扰人家 我微微耸了耸肩 重重地叹了口气 故作不悦道 那可是我自己家的房子 感情我现在连自己家的房子 都不能进了 陈金一听 立马板着脸 一本正经地说 你这说的什么气话 人家说了就住一年 况且 咱们家公司能项目不断 也多亏那个客户 照顾咱们家生意呢 我以前是真的没觉得 陈金这么会撒谎 他撒起谎来 甚至是阵阵有词 让我恍惚还以为 错的那个人 真的是我自己 然而就在那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出手机的时候 我用余光 瞥了一眼 他的手机屏幕 又是供货商小周 打来的电话 陈金的脸上 微微闪过一道 不自然的神色 而后起身去了阳台 接了电话 我加了一块土豆片 放在嘴巴里嚼了嚼 然后机械地吞了下去 那一刻我说不清 心里是什么滋味 就觉得吃什么东西 都胃同嚼了 陈金接过电话后 匆匆忙忙地走过来 拿起外套 一边穿一边说 公司新进的一批材料 规格弄错了 我得过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 那些让销售部的员工 处理一下不就好了 陈金的动作 微微顿了顿 随后又说 都是些贵重的材料 我不去看一眼 我不放心 陈金走得匆匆忙忙 像急了出了大事似的 光当一声巨响 他把门关上了 几乎同一时刻 我眼睛里的泪水 怎么都克制不住地 掉了下来 我拿出手机 拨通了例子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我咬了咬颤抖的嘴唇 声音沙哑道 例子 周云云把陈金叫走了 例子很快便叫她朋友 跑去那套旧房子蹲点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 例子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陈金手里抱着个小孩 表情严肃 形色匆匆地走了出来 而周云云跟在她的身后 小跑了过来 这三人同框的场景 还真像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紧接着 例子又发来了第二段视频 视频中 陈金抱着孩子出现在了医院里 看样子应该是孩子生病了 她和周云云的心情 看起来都不太好 但我注意到了陈金看周云云的眼神 她的眼神可真是炙热呀 我跟例子说 你知道吗 陈金最难的时候 都是我陪在她身边的 不管是她当初被周家人瞧不起 还是后来创业的时候 遇到过很多低谷 我都一直陪着她 鼓励她 支持她 都说是患难夫妻见真情 可如今这真情 也太讽刺了些 不久后 有个国庆长假 我跟陈金早在几个月前 就说好了 要去北京玩几天 所以我们一早就订好了机票 酒店 也计划好了行程 我几乎已经料想到 这次的国庆假期已经泡汤了 我只是一直在等陈金跟我开口 果不其然 眼看着假期就在眼前了 陈金忽然满脸愧疚地跟我说 老婆 对不起 我国庆不能陪你去北京完了 我得出差 去谈个很重要的业务 我笑着说 国庆还出去谈业务啊 客户都不放假的吗 陈金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不过他倒是反应极快 他说 你还真以为节假日 谁都会放假呀 为了生活 为了挣钱 别人也是很拼的 我故作遗憾地说 那我们提前做好的旅行计划 还有订好的机票 酒店怎么办 退了吗 陈金笑道 退什么呀 你可以请你闺蜜栗子 一块去玩啊 我找个时间 把机票和酒店的身份信息 改签一下 这么好的机会 栗子肯定不会不陪你的 我几乎可以确定 陈金这么想让我出去玩 就是刻意想把我支开 那样 他就有充足的时间 去陪周云云了 出发去北京的那天 陈金亲自将我送我去了机场 与栗子会合 登机前他在我的耳边 嘱咐我说 你和栗子好好在北京玩 千万别心疼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知道吗 在外人看来 陈金绝对是个好男人 好丈夫 但看着他那副虚伪的嘴脸 有那么一刻 我忽然觉得恶心至极 陈金绝对想不到 我压根就没打算跟栗子出去玩 陈金前脚从机场离开 我后脚也从机场走了出去 栗子问我 你确定要去吗 如果你亲眼看见 她和周云云在一起的话 你真的能放得下她吗 我轻轻扬起唇角 脸上划过一道苍白的笑 我说 我若是亲眼见到了 也就能彻底死心了 很快 栗子的朋友打来了电话说 没有蹲到陈金 不过周云云却抱着孩子 打车去了一个地方 周云云去的那个地方 不是别的地方 正是我和陈金的家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陈金竟然过分到了这种程度 我刚走 她就把周云云带到我们的家里去了 她是笃定了 我一定不会发现吧 我有家里的门锁钥匙 不过我还没开门呢 隔着门就已经听到了 家里有孩子的哭闹声 也得亏是孩子的哭闹声 掩盖了我开门的声音 我开门进去后 一眼便看见 玄关处的鞋架上放了一双 不属于我的女士皮鞋 而原本属于我的拖鞋 却不见了 我一步一步往里走去 那个孩子的哭闹声断断续续的 等我看清客厅的沙发上的情形时 胃里几乎刹内间 泛起了一股股浓烈的恶心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陈金与周云云就这么旁若无人的 坐在沙发上 抱着彼此 忘情又激烈地互啃着 他们起初一直没发现有人进来了 因为孩子哭闹 陈金才勉强停下来 跟周云云说 孩子怎么总是哭 是不是还闹肚子呢 他刚说完 周云云便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我和栗子 他骤然惊慌失措地大叫了一声 啊 陈金这才也跟着注意到了我和栗子 而我亲眼看见 陈金下意识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将周云云护在了自己的身后 就是那下意识的动作 彻底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我和陈金三年来走过的每一步艰辛的路 在他心里都抵不上一个周云云 陈金脸上的慌乱 几乎在一刹那收尽了 他镇定地看着我 脸上还残留着周云云的口红印 难看得要死 他问我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栗子在我身后看到这对狗男女 气得就差上前挨个踹他们脊脚了 但是我却拦住了他 我是真没有想到 那一刻我会表现得那么平静 即便我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也即便心痛得要死 可是我还是能与陈金一般 如此冷静 我没有回答陈金的问题 而是直接说道 陈金 你跟我求婚那天 你亲口承诺过我 婚后你会一心一意只爱我一个人 陈金的神色微微变了变 他沉默了片刻后说 不管你信不信 我没想过要跟你离婚 周芸芸缩在她的背后 当时就急了 陈金你说什么话呢 我孩子都给你生了 你说你不想跟她离婚 陈金的脸色当即一白 她考虑了许久 像是权衡利弊了一番 然后最终下定了决心似的 她恬不知耻地看向我说 那个孩子是我的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把孩子接回来养 至于云云 我会跟她断干净 如果说 我当时对陈金真的 还存有那么一丁点的爱的话 那么在我听到她提出 如此可耻的要求时 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深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 本质上竟然是如此自私 冷漠 卑鄙 无耻的一个人 我真的被她的话给惹笑了 眼泪生生地被我笑了回去 我看着陈金问 我是不会生吗 凭什么要去养别人的孩子 陈金冷着脸说 这孩子不是别人的 是我的 我看着陈金说 三年前你跟我求婚时 是不是笃定了 我一定会嫁给你 如今 你是不是还笃定着 我这辈子都放不下你 离不开你 陈金的神色 始终那般镇定自若地看着我 她对她自己 还真是信心十足 我忍不住扬起唇角笑了笑说 陈金 结婚那天 我就跟你说过 我有感情解体 我不是说着玩的 我可以接受你不爱我 但绝不能接受你背叛我 她说 我已经做出让步了 我只是想把我的孩子 接回身边抚养 你要想生 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生 我们时常在网上聊起 渣男这个话题 且渣男的骚操作 真的是花样百出 但渣到陈金这个地步上 还阵阵有词的 我是的确活久见 那一刻 我是真的对她心如死灰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我真的能够放下陈金 还放下得如此彻底 然而就在那时 我的手机响了一声 是栗子的朋友 给我发来的一张 亲子鉴定的结果截图 我差一点就忘了 不久前 栗子的朋友 设法拿到了这个孩子 带有毛囊的头发 而我也趁着陈金熟睡之际 拔了她几根头发 然后送去了亲子鉴定机构 做了鉴定 看完那张截图 我的唇角止不住地往上扬 我抬起头 目光嘲讽地扫过 周云云那张恨毒了我的脸 继而我又转过头去 平静地看了一眼 那个正在哭闹着的孩子 我轻笑了一声 继而看着陈金说 你就这么确定 那个孩子就是你的 当时陈金怀疑的眼神 扫过那个孩子的脸 她身后的周云云 却忽然像个泼妇似的 冲着我骂了起来 王清 你怎么这么恶毒 她还是个孩子而已 孩子是无辜的 你怎么有脸说这样的话 周云云一副互毒的模样 还真是令人感动 陈金也回过了神来 她咬牙切齿地看着我说 孩子是不是我的 我会不知道 王清 错的人是我 你别拿孩子开刀 此时此刻 他们两人站在一条线上 为了那个孩子 与我针锋相对 我还真不觉得生气 顶多就觉得挺可笑的 也不知道周云云婚内出轨了几个男人 她是看准了陈金对她有感情 所以就把孩子赖到了陈金的头上吧 以前我深爱着陈金的时候 觉得她哪里都好 如今我在看她 我扪心自问了一句 我他妈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 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我看着陈金笑道 离婚吧 我成全你们 好歹孩子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不是 我提离婚的时候 故意用余光贴了一眼周云云 她的眼睛里有着欣喜与雀跃 在周云云的几番怂恿下 不久后 陈金到底还是跟我去了民政局 签字离婚时 陈金全程板着张脸 我已经迅速地签完字了 可是她却还未动笔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嘲讽地问她 陈金 你不签字 是对我们的财产分割 还有什么不满的吗 她紧紧地鸣起唇 有冷的眼眸 扫过眼前的那叶纸后 最终迅速地签下了她的名字 栗子陪我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 她挽着我的手臂 贴了一眼落寞的沉浸 然后骂了一句 这种渣男 你就该让她净身出户才对 我笑了笑 那还不知道要打多久的官司 我只想早点断干净了 给自己落个清净 况且 陈金头上顶着一片青青草原 还要帮别的男人养孩子 她也挺倒霉的 她那点我压根就看不上的财产 就算是留给她作为 养别人家孩子的经费了 离婚当晚 栗子陪我去酒吧喝了酒 我大概喝到微醺的时候 没忍住说了句实话 栗子 其实我真的已经不爱她了 可我一想到 我以前暗恋她那么多年 后来还跟她有过一段婚姻 我把自己最好的时光 都浪费在了她的身上 我就觉得不甘心 栗子一把拉着我的手 另外一只手 绕着酒吧里的男男女女扫了一圈 然后笑着说 那么多的单身男女 总归有一个是属于你的 她沉浸能婚内出轨 你都离婚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摇头笑了笑 怕得病 可就在我们说着话的时候 一个看起来比我要小 但却十分英俊的男人 走到了我的面前 她笑着跟我打招呼说 这要巧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陈太太 我愣了一下 看着她问 我们认识吗 她递了张名片给我 我应该算是你们家公司的大客户吧 不过陈太太的确不认识我 我只是有一次去你们家公司开会时 看见你去给你陈总送汤 当时我还想 我要是以后结婚了 也得娶个这么贤惠的老婆才行 我虽然平时不参与公司的生意 但也听陈金说起过 跟哪几家公司有所合作 面前的那个男人 递给我名片上的资料 的确不假 我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忍不住想起陈金曾经编造的那些谎话 我当初是真的信了他的邪了 还以为公司的大客户都应该是些中年大叔 却没想到公司真正的大客户 却是个比我还小 样貌英俊 年纪轻轻的小鲜肉 栗子在我身边一直给我使眼色 一脸的坏笑 之后便借骨离开了 我看着眼前的小鲜肉 面带歉意地笑道 抱歉 我现在已经不是陈太太了 我跟陈金离婚了 他毫不意外 反而笑道 倒也是意料之中 陈金还真是失败呢 出个鬼 都出到客户面前去了 小鲜肉叫邱阳海归自主创业的优秀青年 名下有个发展前景很不错的公司 他告诉我 他曾亲眼看见过 有个女人带着个孩子 在公司楼下等陈金 彼时陈金谎称 那个女人只是朋友 同是男人 邱阳自然看出了猫腻 只是他一个外人 不便掺和合作方的家务事而已 那晚 邱阳请我喝了几杯酒 我们越聊越投机 酒到农时 他说 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愣了一下 而后笑道 别开玩笑了 我一个刚离婚的女人 你也看得上 邱阳却一把乱住了我的腰 神色暧昧 却又十分强势地笑道 谁会在乎那个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离开了陈金 我也会变得如此堕落 当晚我就毫不含糊地 跟邱阳把床单给滚了个透彻 宿醉醒来时 邱阳已经贴心地 帮我安排好了早餐 我愣愣地看着他 觉得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我问他 你怎么没走 他说 你以为我只是 缠你的身子 说好当我女朋友的 不准说话不算话 我 我就那么莫名其妙地 跟他在一起了 即便我不爱他 但是奇怪的是 我很享受那种恋爱的感觉 说到底 我的初恋 暗恋 婚姻这么多年来 我的世界里 只存在过 陈金那么一个男人 我和陈金 甚至连恋爱的过程 都没有 就直接结婚了 如今我才 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恋爱是多么美好的感觉 我一直觉得 邱阳跟我就只是玩玩而已 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 像是等着哪一天 有一方玩腻了 然后提分手 之后顺理成章地 就分开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正视我和邱阳的感情的呢 大概是我们交往两个月后 周云云忽然找上门来 我和陈金离婚后 便自己买了套单身公寓住着 邱阳也跟我住在一起 周云云找上门来的时间 是个大清早 我还睡着觉 但邱阳已经出去跑步了 听到门铃响的时候 我以为是邱阳没带钥匙 我发了几句牢骚后 便开了门 可门一打开 周云云带着她爸妈 还有一群亲戚 就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里 那群人一边骂骂咧咧的 一边把我家里砸得一片狼藉 周云云扯着我的头发 骂我离婚了 还去勾引陈金 还逼着我 让我把之前拿到的财产 统统都还给他们 邱阳回来的时候 我正遭受着那些人的欺辱 她二话不说 近来随手拿起个垃圾桶 直接就朝着周云云的脑袋 敲了下去 哪里来的疯子敢欺负我女人 邱阳大骂道 周云云的脑袋 当即被敲得头破血流 一屋子的人都愣住了 邱阳把我护在怀里 脸色阴沉沉的 她看见我身上的伤 眼睛里顿时涌出了心疼之色 我女人我自己都舍不得欺负 你们哪来的胆子 邱阳当时真的快要气得 蹊跷生烟了兜 我跟她交往两个月 从来只觉得她阳光活力 积极乐观 却从未见她 还有如此凶猛的一面 陈金也是那个时候赶来的 周云云虽然已经被 秋阳砸得头破血流了 但是陈金上来 就甩了她一个大耳瓜子 见货 你胆子不小 竟然敢骗我 那孩子压根就不是我的 原来陈金在和周云云结婚后 把孩子接到身边抚养 结果她越看那个孩子越不像是她的 便私下里做了亲子鉴定 这下好了 结果出来了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陈金当时气疯了 她打了周云云后 还骂道 你还有脸来找王清 当年要不是你家里人贤品爱妇 我能在结婚当天跑去跟王清求婚 我欠王清那么多 我都没脸来找她 你还有脸带这么多人过来祸害人家 彼时陈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可都听着呢 秋阳也在 只是陈金那时候 雅根就没有注意到秋阳 等她一通火气发泄完了 看见秋阳的时候 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当时一副措手不及的模样 简直可笑得很 她问 秋总怎么在这 你们是什么关系 关于陈金当初哄骗我的那些谎话 我都悉数跟秋阳说起过 秋阳看着陈金冷笑了一声 如陈总所见 我们在一起了 不过王清可不是我包养的女大学生 我们是正经的情侣关系 当时陈金的脸色就变了 别人不明白 秋阳话里的用意 陈金是完完全全明白的 若说我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句子来形容她当时的表情呢 那表情看起来怕是比吃了食还要难受吧 那天陈金把周云月还有周云月那一家子的视力眼带走后 秋阳也带着我搬进了她的公寓里 也是从那天起 我才真正感受到被一个人用真心保护着 呵护着的感觉 那天晚上 秋阳抱着我 有些生气地说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都感受不到你爱我 你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愣了一下 当时我才真正意识到 原来我对我们俩感 情是什么样的态度 秋阳一直都知道 那晚我将脸埋在她的胸口 听着她炙热的心跳声 我说 以后不会了 她还不满足 挪了挪嘴说 那你怎么证明 我主动往上挪了挪 看着她那张掘的都能挂油瓶的嘴唇 亲了上去 我们折腾了一番后 我怕她还来 便故意装作睡着了 若是我没有故意装睡 恐怕就错过她的一番告白了 她当时以为我睡着了 一个人无奈地叹了口气来 然后说 三年前那会儿 我刚回国创业 在沉津的公司 看到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 知道你是沉津的老婆 还是备胎上位 我都快被你给气死了 她说完 帮我拢了拢被子 之后还是心有不甘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 你以为我三年来 为什么把项目都送给沉津做 还不是因为我一直都想着你 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邱阳即便只说了那么几句 可是通过她的话里 我隐约猜到了一些事 我不知道我跟沉津离婚 她在其中掺和了多少 但起码我知道 她所有的谋划 只为了我的时候 我对她就已然气泄投降了 当初我和沉津离婚 沉津是过错方 但我并未要求她净身出户 我没做的 邱阳都开始做了 首先她切断了和沉津所有的合作 也就是说 沉津从此失去了一个大客户 她的公司必将损失惨重 而后 邱阳又盯着沉津公司的一些 见不得光的操作不放 以往沉津公司里给过去的东西 有质量不合格 或者偷工减料的 邱阳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行了 可如今 邱阳开始秋后算账了 沉津的公司 以及公司的法人沉津 便被起诉了 其实这些消息 都是后来例子 从朋友那听说了之后告诉我的 邱阳做这些事的时候 许是怕我会心软 所以一直背着我 但其实当我从栗子那里得知 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心软 我跟栗子说 她就是活该 该遭的报应 就算我放过她 也还是会有人跟她秋后算账的 栗子当时笑话我说 可以啊 这么快你就移情别恋 护着你家那位小鲜肉了 我当时笑了笑 并未否认 邱阳忽然变身 成了结婚狂 三天两头地跟我求婚 我虽然已经喜欢上了她 但是完全都还没有考虑结婚这件事 见我对结婚兴趣缺缺 邱阳也不气馁 她问我 是不是我求九十九次婚你 就会答应我了 我当时忍不住笑问她 你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奇葩想法 她说 网上问的 我拿起沙发上的抱枕 冲着她就砸了过去 你又不幼稚 尽管如此 邱阳却还是不厌其烦地 逮着个看起来比较合适的气氛和机会 一次次跟我求婚 只是她没感想之前那么频繁 她怕惹我不高兴 意外的是 不久后 陈金忽然找到了我 再见她的时候 她憔悴了很多 整个人也瘦了一圈 她看我的时候 眼睛里装满了无尽的懊悔之色 她说 我跟周云月离婚了 我对她彻底死心了 我很平静地看着她 却一句话都没说 其实 我当时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好 听到她亲口说出她跟周云月离婚这件事的时候 我感觉 我当初跟陈金离婚 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久到我都快不记得了 我们彼此都沉默了许久 陈金忽然说 王清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 我知道错了 其实你也知道的 一开始我就没想跟你离婚 若不是我以为那个孩子 他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很有自知之明地自己停住了 我就那样平静地看着他 眼睛里溢满了笑意 我忽然觉得 眼前这个男人 如今就跟个跳梁小丑似的 他说的话 还真是挺好玩的 他见我并未生气 便又说 秋阳比你小四岁 他心性还没定呢 你别太投入了 我当时平静的心里 骤然掀起一股波澜 我真的特别不爽 陈金说的那句话 我也是那时才意识到 我竟然会容不得别人说 秋阳的半点不好 我看着陈金 特别严肃且认真的 用警告的语气跟他说 你最近应该过得不太好吧 我劝你 还是多把心思放在公司上 不然你就真得等着破产了 那天 陈金因为我的一番话 灰溜溜地逃走了 也得窥见了他一面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对秋阳的感情 已经那么深了 陈金走后 我打了一通电话给秋阳 我问他 你现在在干嘛呢 他说 我在公司开会呢 本来开会是 禁止接电话的 但是只要 是你打来的电话 不管是什么时候 我都会接的 我笑骂了他一句 油嘴滑舌 之后 我又转了话锋问 你跟我求婚多少次了 他说 七十六次了 我现在是越挫越勇了 我告诉你 等我求婚到 第九十九次的时候 你一定会被我感动 答应嫁给我的 我当即扑斥一声 笑了起来 我说 剩下的我给你免了 秋阳愣了一下 片刻后 他战战兢兢地问 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分手 我没回他 而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又忐忑地问了一句 你答应我了 我笑道 嗯 我答应你了 我们结婚吧 不久后 我和秋阳各自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说 谢谢你 默默守护的这三年 是你让我明白 什么才是两情相悦的幸福 此生还有机会与你相识 相爱 是我三生有幸 余生我将作为你的妻子 为爱你一人 我的秋先生 秋阳的朋友圈 则是 我曾是个局外人 陌生人 从第一眼喜欢上你的时候 我就站在原地 一直默默地看着你 喜欢着你 唯愿你幸福安康 如今能够拥有你 我从未觉得如此幸福过 亲爱的王小姐 谢谢你愿意嫁给我 我们朋友圈的配图 是一张 我与秋阳实纸紧扣 无名纸上 还带着婚戒的照片 先前我和陈金离婚的事 早就被栗子那个大喇叭 传的所有亲朋好友皆知了 按照栗子的意思 是陈金和周云玉那对狗男女不要脸 她说要帮我把那对狗男女的名声 给传出去 才能帮我报仇 我本就无所谓了 也就随着栗子四处宣扬了 如今我公布即将结婚的消息后 很快我便收到了 无数亲朋好友们的祝福 那天晚上 我睡到半夜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阵剧烈的敲门声 我刚准备起来 秋阳伸手一把将我按在了床上 大半夜的 你好好睡觉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后来没过一会儿 我便听见了外面的争执声 那是陈金的声音 他大骂秋阳说 你这个黑心的黄鼠狼 我说这三年来 咱俩关系也不算多好 你怎么就乐意把项目都交给我做呢 原来你是在觊觎我老婆 秋阳冷笑着说 谁是你老婆 王清现在可是我老婆 我从卧室里出去后 便看见这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 不过陈金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完全不是秋阳的对手 秋阳把他按在地板上 一拳一拳地挥上去 边打边骂道 我告诉你 我当初把项目给你做 就想让王清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 我压根就没想拆散过你们 是你自己不是个东西 跟别的女人勾搭在一块 我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受伤了 夺回身边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后来还是我过去拉架 秋阳才停手的 不过他还恶狠狠地冲着陈金骂道 这狗东西 三年前我知道你是备胎上尉 跟他结的婚 我就想揍他了 我安抚好了秋阳 才又看向陈金 平静地说 你走吧 别让我瞧不起你 陈金一脸颓败地看着我 眼睛里还装着浓浓的懊悔之色 所幸 他终究还是走了 四日一早 我忽然接到了陈金的妈妈打来的电话 我和陈金结婚后 虽然一直没跟二老一起生活 但是陈金爸妈 当初在我接受陈金求婚的时候 就觉得愧对我 对我一直还算不错 我刚接通电话 他妈妈就在电话里哭道 小青啊 是我们家陈金对不住你 可是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原谅他好不好 你回来好不好 我皱起了眉头 总觉得他妈妈话里有话 我说 阿姨 我跟陈金真的已经回不去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而且我已经跟我男朋友订婚了 我们很快就会结婚了 他妈妈当时在电话里哭得更厉害了 他边哭边说 那我求求你去看看陈金好不好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昨天半夜回来 不知道发的什么疯 把我平时吃的一整瓶安眠药都给吞了 要不是我和他爸发现得及时 他连命都没了 那天早上 邱阳把我送到了病房门口 我跟他说 你就别进去刺激人家了 万一他在受刺激了 又闹自杀 反倒是咱们的不是了 邱阳耸了耸肩 嘲讽地笑了笑 是男人就该拿得起放得下 当初他出轨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 我笑着捏了捏邱阳的脸说 好了 知道你大度 反正你都守了我三年了 也不差这么一天了不是 邱阳虽然不乐意 却始终很理解我 他拉住我的手 认真地看着我说 你进去可以 但是别被他可怜的样子感动了 还有他爸妈也在呢 你别一时对那二老心软 就把我给抛到脑后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等我 我转身敲开了沉津病房的门 沉津已经醒了 虽然醒了 却眼神空洞 一副了无生气的模样 他爸妈就坐在病床边 多日不见 再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骤然觉得 他们老了许多 见我来了 沉津爸妈对我十分热情 他妈妈说 小青你可算来了呀 我笑了笑说 叔叔阿姨 我想跟沉津单独说几句话 他们点了点头 很快便从病房里走了出去 我走到了沉津跟前 平静的目光 扫过他那张苍白的脸 他的眼神渐渐恢复了些许色彩 他就那么看着我 看着看着 眼泪就忽然掉了下来 他仿佛如同一个情窦初开的愣头小子 忐忑又局促地看着我说 你吃不吃东西 我给你包个橘子吧 他便说 便从一旁的床头柜上 拿了只橘子 想要帮我包 我忽然想起来 他平时最爱吃的水果 就是橘子了 以往在家里的时候 我总会帮他把橘子皮包掉 然后将橘子上的那些白条 一点一点地处理干净后 再拿给他吃 我看着他慌慌张张地帮我包橘子的动作 忍不住说道 谢谢了 不过我不爱吃橘子 他急忙又说 那你喜欢吃什么 我帮你去买 我笑道 那恐怕不行 我喜欢吃榴莲 不过我记得 你最讨厌那个味儿了 他急忙又否认 不讨厌 只要你喜欢的 我都不讨厌 王清 我知道错了 我已经改了 我真的改了 你别跟他结婚好不好 你回来好不好 他忽然一把捉住我的手腕 情绪无比地激动 那模样 像是疯了似的 完全没有了他当年和我在一起打拼时 意气风发的模样 我冷下了脸 用力将他的手给拨开了 我往后退出了几步 而后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我问他 我说 陈金 如果周云云的孩子真的是你的 你现在还会变成这样吗 他微微愣了一下 眼神掠过我嘲讽的眼眸时 骤然一慌 他说 王清 我爱你 我爱的人是你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 可是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忍不住扬起唇角 计较地笑了一声 陈金 你爱的人 从来都只有你自己 他挣住了 片刻后想要否认 我却又接过了他的话 我说 我今天会来看你 是因为你妈一大早打电话给我 哭着求我来看你 来救你 纵然你这个做儿子的犯得错在身 他们都可以不计前嫌地深爱着你 但是陈金 我不行 我不爱你了 他眼睛里的泪 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看着他 严肃又认真地说 这是最后一次 我过来看你 以后你如果再干这种没骨气的蠢事 纵然你妈或者你所有的亲戚 都挨个来我跟前求我 我也绝不会再过来看你一眼 他哭到气不成声 却到底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转身离开前 我的情绪十分平静 准确来说 陈金这个人对于我来说 如今与一个陌生人并无任何区别 我说 我走了 你好自为之 身后的那个人 他已经随着往事都过去了 推开门的一刹那 我第一眼见到的便是秋阳冷着脸不悦的模样 我笑着走到了他的跟前 轻易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我说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天使下凡来拯救我的 他说 我才不是天使 我是恶魔 谁要是敢抢我女人 我就诅咒他 把他打入黑暗之渊 受勇士之苦 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 我忍不住笑道 骗人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分明看见你身上有光了 全文完 夏日梦曲与冬日烟火 几方雨在琴房为唐苏独奏一曲的事 整个学校都知道了 而那首钢琴曲 我五年都没有求到他为我弹过一次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 他并不是讨厌钢琴 我和几方雨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他爸妈是有名的钢琴家 而我家只是开超市的 我能和他扯上关系 全屏住得近 他家有钱住别墅 可我家也不赖啊 那连锁超市 虽然比不上钢琴的优雅 但能赚到手里的票票 还是不少的 六岁的我 见到了几方雨的第一面 那时我们两家别墅离得近 我经常能听到钢琴的声音 钢琴曲是犬夜叉的主题曲 穿越时空的思念 这部动漫我当时正追的火热 戈威与犬夜叉二人的思念 跨越了五百年 最后相拥于玉神木下 每当听到这段旋律 我总会想起 他们看向彼此温柔 又坚定的眼神 顺着悠扬低沉的琴声 我跑到阳台处 朝他家的方向看了一眼 他家楼下的小花园 摆了一架三角钢琴 陈欣透过他额前的碎发 撒在他深邃的眼眸中 只此一眼 彻底沦陷 我现在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我六岁就长了恋爱脑 就像小时候不理解几方雨 为什么非要在楼下弹钢琴一样 自那之后 我天天缠着我妈 给我抱钢琴班 还天方夜弹地提出 想要和己方雨一起弹钢琴 人家那是继承家业 你瞎掺和什么 我不懂什么是家业 我在地上撒泼打滚不吃饭 还把家里的宠物小狗金豆豆给剔秃了 我在家里的地位 是没有金豆豆高的 这波纯属是以下饭上 金豆豆泪眼婆娑地 缩在墙角颤抖 我妈抄起鸡毛胆子 就朝我来了 后续就是我妈揪着我的衣服领子 去了纪家 你自己去问 看看人家愿不愿意教你 隔着铁栅栏 己方雨的爸妈转过头来 不明所以地 看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 琴声不停 己方雨的指尖在琴剑上跳跃 对身后的闹剧默不关心 怎么哭成这样了 纪家妈妈和善地笑着 给我开了门 我惨兮兮地挤出了两滴眼泪 我也要继承家业弹钢琴 令我妈意外的是 纪家妈妈居然同意了 让我和己方雨一起学钢琴 沾了他爸妈的光 我享受到了第一梯队的钢琴家 亲自为我授课 己方雨完美继承了他爸妈的优良基因 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 都让我垂涎三尺 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和他离得这么近 被馋死是我该得的 我妈用筷子敲了敲我的碗 吃饭吃饭 魂飘哪儿去了 我夹了一根青菜 味进嘴里 在嚼到第八十九下后 才舍得把他咽下去 我妈受不了 我这副要死不活的做派 弯了我一眼 都瘦成猴了还减肥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抽大烟了 我妈说话向来毒舌 你不懂 这叫若柳浮风 我又夹起一根青菜 在餐桌前做做的扭捏姿态 怎么样 有没有林黛玉那种 娇若美人的感觉 我妈嘀咕着说了一堆国粹 时不时地朝我飞来一个眼刀 她不知道 己方语的理想型女友 就是像林黛玉那样的娇弱美人 我减肥 当然是为了能离己方语更近一点 只要己方语喜欢 我能变成任何她想要的样子 可是现实生活中 真的会有像林黛玉一样的女子吗 在我还没变成林黛玉之前 唐苏就出现了 我爸妈不在家 你要是想请教钢琴上的问题的话 赶日 己方语脱去医学生的白大褂 并随意地将她搭在地湾 她总是这样 什么都不用做 光是站在那里 就吸引了我的全部目光 都天天腻在一起了 还说不是女朋友 方语你不老实哦 几个同学勾肩搭背地路过我俩时 发出了暧昧的调笑 哪怕脸后如我 每次听见类似的话 也还是会脸红 毕竟己方语好像从没有在我面前反驳过他们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 她对我其实也有点心动呢 我和她没有关系 你们别乱说 可这次几方语却罕见地沉了脸 见那几位同学进入寒蝉 我连忙圆场 是的是的 你们别误会了 她不喜欢我 她把我拉去了走廊拐角 那里清静些 你舞蹈声不上课的呀 怎么次次在我教室门口蹲点 我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盒包好的香匪 献保湿地递给她 你爱吃的坚果 我给你包好了 几方语的手骨节分明 线长有力 从小到大都稳得一批 这双用来握手术刀的手 她格外爱惜 钢琴是我的爱好 所以即使几方语已经不弹钢琴五年了 我却依旧坚守阵地 其实弹钢琴的人的手 不一定都是好看的 从小练琴的 我指甲特别秃 关节肿大 纹路很深 最要命的是 小拇指也变弯了 在几方语面前 我总是习惯性地 将双手背在身后 几方语没有拒绝我的好意 谢了 放假请你吃饭 这两个字 是我从她嘴里听到过的高频词 要是你能为我谈 穿越时空的思念 我还没说完 几方语的剑眉便皱在了一起 说了很多遍 我不弹钢琴 这是被她拒绝的第一百零八次 我早已习惯 虽然知道答案 但我每次都会不死心地再问一次 这一问 就是五年 几方语在初三那年 用板砖把家里的钢琴全砸了 说是这辈子都不会再碰钢琴 她的志向是当一名医生 而不是任由她父母的摆布 做一个听话的提线木偶 可惜了 我很喜欢看她弹钢琴 像是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 行啊 那我可得好好敲你一笔 我眉飞色舞地点起脚 在她面前搞怪 余光却撇到了 从教室门口出来的一个人影 光是一个侧脸 就让我大感不妙 这女孩 和林黛玉长得 也太像了吧 几方语见我盯着一个地方出神 便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了 注意到她的动作后 我鬼使神差地挪了一步 挡在她面前 你是觉得以你的身高 可以挡住我吗 她一百八十七 我一百六十八 显然是万万不可以的 我只是不想让几方语 看见那个姑娘 她叫唐苏 嗯 几方语的断牙式聊天 让我的大脑当机了好几秒 我说 你刚才盯着看的那个女生叫唐苏 是今年转专业到我们院的 都没脸没提 跟在几方语身后这么多年了 被看破心思的我并不尴尬 她 她长得 很好看 几方语几乎是想都不想的 就接过了话茬 似乎是听到了几方语的声音 唐苏朝这边走过来了 季同学 多谢你在课堂上为我解惑了 扑面而来的 是黛玉式清冷的古典韵味 一贫一笑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看着她嫩白的鲜鲜玉脂 我脑子一抽 双手插兜 第109次因为手丑感到自卑 几方语看起来心情不错 应该的 唐苏眉眼弯弯抿嘴一笑 侧身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 我叫唐苏 是这学期才转来医学系的 她那双葱白玉手晃了我的眼睛 我并未伸手 而是扬起微笑点了点头 我叫宋夜 学舞蹈的 唐苏看起来有点惊讶 经常在医学院大楼看见你 我还以为你是医学生呢 我回答得很坦然 因为喜欢的人在这里 唐苏看了我一眼后 将视线落在了几方语身上 你们在谈恋爱 几方语咳了一声 没有 哦 唐苏发出了意味不明的声音 淡淡一笑后 转身离去 几方语扭头 视线追随着她离开的背影 你喜欢她 我毫不犹豫 就说出了这句话 不带任何的疑问语气 几方语迈开长腿 往宿舍的方向走去 你想多了 完蛋了完蛋了 我愁眉苦脸地趴在桌子上 设有孙寒 扯过板凳 坐在我旁边 发生什么事了 这学期 有个和林黛玉一样的美女 转专业 去了几方语那个班 孙寒不以为然 这又咋了 我不信她 还能一情别恋 喜欢上那女的 一情别恋 根本就没有恋过好吧 几方语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对林黛玉 有了种莫名其妙的偏执 你不懂 她睡觉都会把 《红楼梦》放在枕边 你们可是青梅竹马 难道十几年的感情 比不过天降啊 孙寒见过几方语 的确是个让人一眼 难忘的大帅哥 但对于我这十几年来如一日的坚持 她十分不能理解 你多才多艺 长得好看 家里还有钱 你为什么非要当几方语的田狗 我又开始包起了香匪 一眼雾终生 你懂不懂 我可不想懂 孙寒颇为嫌弃 可还是帮我包起了坚果 我说你这手不会是因为常年包坚果 所以才变得这么丑的吧 怎么可能 你又阴仰我 几方语九岁就拿到了英皇八级 对他来说弹钢琴是在简单不过的事 尽管他早就没有向前走了 我却还是花了十三年 站在了和他同样的位置 这双粗大又扭曲的手 是笨拙的我追逐月亮 而留下的伤口 我狠狠地掰开一颗香匪的硬翘 我决定改变策略了 周日要和同学去图书馆 我握着手机 眼神会暗不明 电话那头是几方语清冷的声音 嗯 下次有时间再一起吃饭 你和谁一起去啊 唐苏的笑脸一闪而过 这你也要管 他的声音有点不耐烦 没有 那你安心学习吧 我挂断了电话 几方语无论再忙 都会在周日晚上 给自己放个小假 所以我经常在这个时间点 约他吃饭 这次脱轨了 他打破了自己的习惯 我在心里无数遍地安慰自己 他肯定没有和唐苏一起去图书馆 可最近几天 他回我消息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孙涵帮我分析了一波 塞给了我两张歌剧院的票 去吧 今晚拿下它 至少得问清楚 这歌剧院的票很难抢 没点后门根本买不到 我很感激地给了他一个雄抱 转头就联系了几方语 我拿到伯爵歌剧院的票了 一起去吧 几方语很久之前就想去看歌剧了 但苦于和父母撕破脸皮 导致他求票无门 我以为他会很高兴地答应我 不了 今晚要去图书馆 嘟的一声 电话挂断了 我愣愣地看着手机界面 他好像突然就变得很忙了 没事吧 我的小可怜 孙寒不忍心地摸了摸我的脸颊 他不去就算了 你今晚随便约一个帅哥去看 气死那个几方语 他怎么可能会生气呢 他又不喜欢我 他应该在忙着学习上的事吧 我拿上舞蹈服 独自一人去了舞蹈室 企图用不停地旋转腾跃 来让自己不那么胡思乱想 一声闷响后 我崴脚摔在了地上 脚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 我被同学们搀扶着送去了医务室 校医让我回家静养几天 孙寒帮我收拾好了东西 还执意要送我回家 因为害怕把负面情绪带到他身上 心情糟糕地我选择了自己回家 我背着背包 拄着拐杖 一瘸一拐地归宿前行 刚走出校门突然下起了大雨 醉了 怎么能倒霉成这样的 我欲哭无泪 靠在站牌上从背包里掏出雨伞 没想到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 三分钟后 公交车破出雨幕 倒站而停 我将背包挂在壁弯 手忙脚乱地撑着伞 并加紧拐杖往车门处走去 由于太心急了 没注意到拐杖卡在了下水道里 我一个猎切跌坐在了地上 惯性使我仰头痛呼出声 在抬头的视野中 隔着公交车的窗户 我和几方雨对上了视线 他的身边坐着唐苏 二人紧紧挨着 共享着一副有线耳机 而被临乘落汤机的我 狼狈地跌坐在地 一时间忘了站起来 几方雨看了我两眼后 便拿起手机戳了几下 他没有要下车扶我的意思 唐苏转头和他说着什么 他迅速放下了手机 侧耳认真听他说话 开车的大叔起身离开了驾驶座 朝我走来 走了两步后 却又折返了回去 因为有人把我扶起来了 谢谢大叔 我不坐公交了 你走吧 我目送公交离开 身后的人贴心地将拐杖递给了我 别看了 快回家吧姑娘 回头看去 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阿姨 谢谢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今天已经很丢人了 要是再在陌生人面前哭出来的话 我想我会疯掉 阿姨将一个宽大的衣服 披在我身上 你先穿回家 别感冒了 陌生人的善意 让我受宠若惊 我拿出了手机 加上了阿姨的微信 方便以后把外套还给她 她走后 我叫了个滴滴 手抖成了晒康 一条未读信息 原来己方宇那个时候 拿起手机 是在给我发消息 她说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看到那条消息 我再也受不了了 一边哭 一边凝着衣服上的水 衣服全湿了 凝水也没用 从小到大 我似乎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格外钟爱 滴滴司机看出来了我的窘迫 一路无话将我送到了家门口 爸妈忙着超市的工作 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我庆幸这副惨状没有被他们看见 进门前我特意看了一下 几方宇没有回家 别墅区附近没有图书馆 所以她在骗我 我失去了所有的动力 灵魂出窍般的连枣都不洗 就将自己嵌进了床里 手机关机三天 我也病了三天 如果不是我妈把我从床上捞起来的话 我还能再睡几天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听到这句话 从我妈的嘴里说出来 我呆滞的表情有了松动 我以为她会怪我 可她只是把她给我买的新衣服 套在了我身上 要不是孙涵那姑娘 说你受伤回家了 你娘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天天睡懒觉 你手机是不是坏了 我摁她怎么没反应 给你买了个新的 你待会儿走的时候 别忘了拿 都说了别减肥 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 我不回来 你要把自己饿死是不是 在我妈的唠叨声中 我被她抓到了车上 通过车的后视镜 看到现在的我 销售又苍白 这病态倒是能蹭上点林黛玉 可我却流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那表情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等红绿灯时无聊 我便倒鼓起了新手机 微信积压了上百条消息 除了几方雨 每个人我都一一回复了 这种行为是幼稚性的报复 还是彻底放下的释然 我觉得都不是 只是单纯不想理她 我妈意识到不太对劲的时候 摸了一把我的书包 一手的油腻 哎呀 我的小祖宗 你书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我眼神迷惑 没什么东西啊 她拉开拉链 掏出三盒已经被水泡发了的香匪 还说没什么 要不是你病了 我非得揍你一顿 我神情淡淡地将香匪扔进了垃圾桶 对不起啊妈 下次不会了 我妈将我的反常归于病人情绪的不稳定 因为在她看来香匪就是我的命 但其实我从来就不喜欢吃坚果 更别提动手包了 这些年的香匪 全部都进了几方雨的肚子 孙寒那小姑娘说 要来校门口接你 人家对你这么好 你可别吃毒食啊 我妈把几袋子营养品和水果堆在我的脚边 我翻了个白眼 你女儿还没有抠到那个地步 她正准备离开 一道女声突然从我身后传来 阿姨您好 我是宋夜的同学 我送她回宿舍吧 这声音 我僵硬地转头 看见唐苏正笑盈盈地看着我 不等我妈说话 我下意识地拒绝道 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马上来了 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 超市那边的工作还没结束 我妈忙着赶回去 急匆匆地向唐苏到了蟹便开车离开了 独留我一个瘸子在原地尴尬 她弯腰提起了一袋营养品 吃这种东西没什么用的 除了会堆积体内的脂肪外 对你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 我以为她在关心我 我也不太懂这些 我妈买什么我就吃什么 她抿嘴笑了笑 难怪方瑜总说 你爱给她送一些她不爱吃的东西 原来你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这样的 看见她嘴边若有若无的计较我才明白 原来她是来隔应我的 不过有些事总得弄清楚 什么叫她不爱吃的东西 香匪啊她说坚果类的东西都油得糊嘴 不过这种东西也有好处 她顿了顿 比如说某人花一下午的时间包坚果 她也能清静一点 放在以前 这话我是完全不会相信的 但现在我不想去求证真假 就算是假的我也信 一个机器连轴转了13年 也该下岗了 她不喜欢我 你没必要专门为我跑一趟 我夺过了她手里的袋子 不过我的家庭教育与你无关 你要是家庭教育好的话 也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而去伤害别人 唐苏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我只是让你及时止损 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你没有立场也没有资格 我没有立场 唐苏从包里拿出了一盒香匪 是我上周专门跑去几方与教室门口 送给她的那盒 居然转头就到了她的手里 然后她当着我的面将香匪扔进了垃圾桶 我是她女朋友 这个立场如何 那一刻 我像是被一道雷直直劈中了心脏 咚咚咚的心跳震得我全身发麻 明明知道我应该大声告诉她 你们谈恋爱关我什么事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我像个安纯一样 局促地站在原地 不受控制地露出了难堪的表情 后来她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 整个人轻飘飘地被孙涵接回了宿舍 直到半夜才缓过进来 那个被我仰望了十三年的几方语 在今天彻底和我说白白了 我拿出手机给她发了消息 有始有终 翻了一下她前几天发的消息 无非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解释 似乎是因为上次没有服我 而抱有一丝愧疚 今天唐苏来找我了 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我没想到她能秒回我 我知道 我的情绪没有太大的波动 不知道是已经淡漠了 还是麻木了 让一个女孩子出来替你挡枪 你真是可以的 说来也神奇 我并没有怪唐苏抢走了几方语 相反 我讨厌的是几方语 她的不拒绝 不接受 不表明 葬送了我的青春 到最后 甚至让自己的女朋友 动手解决情敌 我很早就告诉了 你我的理想型 很明显你不是 我不喜欢别人强行融入我的生活 我爸妈 喜欢你不代表 我也要喜欢你 我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所以 我会有自己的选择 你从来都不在选项内 她好像 还有话想说 状态一直显示 正在输入中 我不想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干脆利落地点了 删除好友 我成不了她的林黛玉 永远也成不了 人生中第一次舔人 舔了十三年 居然还失败了 究竟是谁说的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应有尽有的 把说这话的人拉出去 给我斩了 手机震动了两下 我拿起来一看 一条新的好友申请 对方头像是一只 啃着胡萝卜的大兔子 备注了一行字 我妈说 有人拿了她的衣服 不还 是你吧 我一个鲤鱼 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 糟了 那件衣服 被我忘在家里了 整整四天 我都没有联系那个阿姨 所以现在 她的女儿来找我麻烦了 我不敢给我妈说这件事 因为指定挨骂 于是 给老爹编辑了一条消息 让他偷偷帮我把衣服送到学校来 这时那人又发来了一次好友申请 我怀着忐忑的心点开 好友验证消息那里多出了一句备注 你睡大的 明天我来找你 等着 我被这句话吓得魂不附体 早知道就不用自己穿着校服的照片做头像了 姐妹行性好 后天给你可以吗 我把衣服忘在家里了 卑微的一句祈求 后面还加了个小人跪地痛哭的表情 谁是你姐妹呀 她似乎因为我的胡乱攀关系而生气了 明天我必须得看见我妈的衣服 要是找不到了的话 我就揍你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飞来横祸 急得我整宿睡不着 早上起来 我爸的一条消息让我原地去世 他说 老爹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那件衣服 后来你妈告诉我 她把那件衣服捐给春风送暖志愿者协会了 捐了 我攥着手机逐字逐句反复研读这字里行间的深意 明晃晃的都是 送夜 等着被揍吧 孙涵是美术生 一早便跟着老师出去写生了 我失去了狗头军师 豁出去了 我抬手给我妈拨了个电话过去 妈 你怎么不经过同意乱送我的东西啊 那衣服太老气了 我都没见你穿过 捐出去咋了 我烦躁地在教学楼前来回踱步 这一周看来是水腻了 诸实不顺 那是别人的东西 你捐了我怎么交差啊 电话那头 我妈沉默了几秒 那我给你钱 你再给人家买个新的不就好了 每年她都会从我的房间 清理出一大堆就衣服 捐给山区的孩子 理由是会买新的给我 旧的捐出去能给我积德 不知道这十九年的功德厚不厚 能不能帮我扛过一顿揍 和妈妈掰着没用 我得去向那个姐妹求情 做好心理建设后 我点开她的对话框 准备慷慨赴死 可这时 一阵琴声灌进了我的耳朵里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 我抬头看向了教学楼拐角的那间琴房 很少有人会有闲情意志 走进这间被闲置许久的琴房 听着这熟悉的曲调 我跟随人流挤在了琴房外 狭小的走廊里 站在最外一层的角落 通过细碎的缝隙 我看见了琴房里破碎割裂的画面 仅仅是一双手 我就认出了几方语 他正在为唐苏弹琴 弹的还是那首 我跟他念叨了五年的曲子 那一刻 我好像看见童年记忆中的歌威 和犬叶叉拥抱在了一起 我靠 郎才女貌简直了 没想到一个医学生 居然比我这个专业音乐声 弹得还好 拍下来拍下来 这期的校园杂志有素材了 弹得太好听了吧 呜呜呜 别人家的男朋友好浪漫啊 我在这漫天的一美之词中 独自缝补伤口 几方语为了一个认识不到两周的女孩 重新弹起了钢琴 我曾经幻想过自己是那个 将几方语从天职中拯救出来的人 但事实摆在这里 唐苏才是他的女主角 他一直不愿意为我单独再弹一次 原来不是因为讨厌钢琴 而是讨厌我 可为什么他偏偏就要为唐苏弹这首呢 把我拉出来鞭尸 让我死了这条心 其实不用的 公交车窗的那一眼 就已经让我断了念想 他和唐苏还真是一类人 喜欢把人踩得直不起腰 我没有选择离开 一直听到了尾声 曲子的尾声 爱意的尾声 青春的尾声 一曲终了 围观的同学爆发出了热烈掌声 喂 听歌都能把你听哭啊 听到这句话 我赶紧低头擦了擦眼泪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我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方才像我搭话的那人 却挡在了前面 他比我高出一个头 左手横拽地揣在白大褂的兜里 右手握着手机 看了手机一眼后 又看了我一眼 别挡到 我忙着呢 被人堵在路中间 我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哪怕他是个帅哥 也不可以 我往左走 他从左边堵住我 我往右走 他就从右边堵住我 在我忍不住动粗的前一秒 他开口了 有时间在这儿听钢琴曲 没时间把衣服 给我送过来呀 我当时就给他表演了个一秒尾 敢怒不敢言 还有满满的不可置信 你就是那个段玉霄 是我 他向我伸出了手 不容拒绝到 衣服给我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用着大白兔头像 性别设置为女生 名字叫段玉霄的人 居然会是一个男孩子 琴房门口的同学 再往这边走了 几方雨牵着唐苏出来 仅差一步便会走到我面前 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说 啪的一下 我拽住了段玉霄的袖子 拉着他飞奔出了 艺术生的教学楼 身后一阵骚动 嘈杂中唐苏的声音 却分外清晰 刚才那是颂业吗 怎么和一个男生在一起 梧桐树下 我和段玉霄 大眼瞪小眼 你把衣服弄丢了 我心虚地咽了咽口水 声如文盈 对不起 我会赔的 段玉霄敲起个二郎腿 行啊 那衣服是我妈的宝贝 你自己去当面和她道歉吧 她反手伸进双肩包 在里面掏着什么 手在拿出来时 指尖已经加了一张纸条 这个给你 下午去 我愣愣地接过来 纸条上面写着医院的地址楼层和床号 突然有点担心被她拐卖 我不敢随便答应 她书弟转过身子面朝着我 名字 宋叶 把手机视频打开录着 我照做了 她将身份证举了起来 盯着我的镜头认真道 我段玉霄在2021年12月7日 请宋叶同学去医院看望我的妈妈 以此视频为证 若她有任何不测 我全权负责 她看出了我的顾虑 直到我在害怕 所以向我做出了保证 既然你拿不出衣服 那就遵守承诺 下午去医院看望我妈妈 我见她起身要走 眼疾手快地 一把拉住了她的衣角 你可千万别给己方宇说 我在琴房外哭了这件事 己方宇是医学系的大红人 在我看来 段玉霄肯定认识她 她歪了歪脑袋 露出了一个好看的笑容 宋叶同学 不是所有穿白大褂的 都是医学生 又拿出她的学生卡 在我面前晃了晃 哥哥我是化学生 我兴兴地收回手 露出一个牵强的假笑 原来是这样吗 嗯 是我孤陋寡闻了 段玉霄轻笑一声 伸手抚平了衣角 被我捏出来的褶皱 我不八婆 你大可放心 下午 我向导员请了假后 买了些水果 便去了医院 敲门后 我推开了病房的门 那位阿姨手里 盘着一串佛珠 双眼无神地 盯着空气中的某一处 她给我的感觉 和初见时完全不同 阿姨您好 还记得我吗 我将水果放在靠墙的柜子上 视线一转 忽然间贴到了床尾夹着的那张 有关病人信息的牌子 精神紊乱四个大字 在上面格外醒目 来 坐这儿 阿姨听到我的声音后 眼睛里蹦出了光 招呼着我坐下 我不知道 那件衣服对她来说 有什么特殊意义 但至少现在 我是不敢乱说话的 上次淋了那么久的雨 回家没有生病吧 她将我并边的碎发 拢到耳后 这动作熟练地像是在对她的女儿 我稍微愣了一下 连忙摇头 谢谢阿姨关心 我身体很好 她细细地看着我 你怎么找到我的 是段玉霄给我说 您在这儿的 我羞愧地低下头 我把您的衣服捐出去了 实在是对不起 娟出去了 她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度 眼神是一片急迫 似乎不太能消化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我没做辩解 因为错了就是错了 您可以骂我 她沉默了很久 最终叹了一口气 看着窗外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我想晒太阳 我搀扶着她下了楼 身为罪人 我也不敢多言 除了愧疚就只剩抱歉了 捐出去也好 也算是发挥了她的价值 没有责怪 反倒让我更加难受 眼下 我的内心正处在被鞭挞的急行中 一双白色运动鞋闯入了视野 段玉霄还喘着气 看样子是飞奔过来的 她弯腰握起阿姨的手搓了搓 明天要全面降温了 我把手套围巾给你戴过来 不用了 阿姨反握住了她的手 小玉 我们回家吧 段玉霄的身体微不可查地僵了一下 她又重复了一次 小玉 我们回家 我偷摸着看了一眼段玉霄的表情 发现她眼眶微红 竟像是要哭出来 局促的四肢无处安放 这个时候 我该说什么好呢 正纠结着她们母子俩走了 我也起身往外走 不料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是唐苏 她怎么来医院了 不是我没有道德 而是真的太好奇了 生平第一次跟踪献给唐苏 她轻车熟路地进了一间房 我站在楼梯口 看着门口挂着的神经科三个大字 陷入沉思 唐苏来神经科 好奇虽好奇 但我还没有变态到 去打探别人病情的程度 你怎么总喜欢在房门外鬼鬼祟祟 抬脚欲走 却被拎着大包小包下楼的段玉霄下 抓了个现行 我被她吓得哆嗦了一下 瞪她一眼 你管我 这时神经科的房门从里面打开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 为了避免被唐苏发现得尴尬 说时迟那时快 我闪身躲在了段玉霄身后 挡住我 我听她轻笑了一声 刚才不还说不让我管吗 管 求 她的肩膀很宽 只要不乱动 就足以遮挡住我的身形 唐苏手里拿着单字面 无表情递下了楼 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就这么怕她 段玉霄坏笑地看着我 她把你喜欢的人抢走了 你怎么这么怂 不敢和她对峙啊 我长舒了一口气 呼绝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她和那位几方语的爱情故事 都传遍学校了 她提着东西 慢悠悠地往下走 我意不意趋地跟在身后 我可不是怕她 小小跟踪了一把 我只是心虚而已 我俩一前一后 走到医院门口 一路无话 至少得告个别吧 后会无期了 周末来我家做客 我和她同时开口 不过说的话南辕北辙 我满脸惊恐 我为什么要去你家做客呀 我和你不熟 这段玉霄不会是赖上我了吧 反观她倒是一脸轻松 双眸成澈 还顺便拿出手机 打了个车 帮人帮到底吧 同学 你也看见了 我妈有精神上的疾病 我确实欠她妈妈一件衣服 但我不是医生啊 我也没办法呀 我不会治病 你会的 她的语气很是笃定 我妈今天的情况 已经好了很多了 刚才她叫了我的小明 我傻眼了 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可我什么都没做呀 不需要你做什么 她看见你就会很开心 车来了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段玉霄拉开了车门 我很是失去地后退一步 拿起手机 打算删掉她的联系方式 还愣着干什么 过来呀 她的手撑在车顶上 没有要进去的意思 我诧异地指了指我自己 你叫我 她扯了扯嘴角 我叫鬼 原来这趟车是她打给我 送我回学校的 她好像每次都能清楚地知道 我在想什么 临行前再三嘱咐道 别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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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 这句话很是洗脑 我还真没删她 我段玉霄 想请宋叶同学 在这个周末来我家做客 若她有任何闪失 我全权负责 没想到刚走到宿舍楼下 我就收到了她的消息 是一个视频 视频中的段玉霄 表情严肃地举着自己的身份证 不出一秒 家庭住址和门牌号就过来了 我在楼下住足观看了这个视频好几遍 怎么看怎么好笑 你在看什么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几方雨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我环顾四周确认了一下 是女生宿舍楼没问题 你在这干嘛 医学系的女生宿舍楼和艺术生宿舍楼 不在同一个片区 所以她应该不是来等唐苏的 她的脸色不太好 眼睛紧紧盯着我的手机屏幕 我问你在看什么 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了西平健 将手机揣在兜里 静静地看着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许师没想到我会这么呛她 她明显愣了一下 哼 你别想多了 我只是怕你被骗 毕竟你挺恋爱脑的 几方雨 你不要太过分了 宿舍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但我不在乎 成年人的面子值几个钱 在她几方雨眼里 我宋夜从来就是跪着的 生下来就是没有尊严的 凭什么 这一刻我所有的怨气一下子上来了 大骂道 这十几年 但凡你说一句不喜欢 我都会离你远远的 我不是缠人的鼻涕虫 但你哑巴又装瞎 一边接受着我的好 一边被刺我 一边给我机会 又一边沉默 你是最没资格说我恋爱脑的那个人 你比谁都懂 怎么吊着我 你女朋友今天去医院看病了 你不去陪她 在我宿舍楼下晃什么 端水大师是吧 越来越多的人来围观 甚至还掏出了手机 她的面色变了又变 最后铁青着脸 挤出了人群 众人吵吵闹闹 我却觉得寂静到 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明天校园杂志的素材 我也能猜到个七七八八了 几方雨落荒而逃的样子 让我觉得很可笑 原来被我奉为神明的她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了 平庸 恶俗 没礼貌 这才是她本来的样子 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 手机铃声响起 来电显示的季老师三个字 让我愣了一下 接通后 还是记忆中温和的声音 小叶啊 我和你秦阿姨回来了 今晚咱们两家聚聚 饭店已经订好了 你人过来就行 我小小的雀跃了一下 几名和秦芳 已经近两个月没回家了 作为钢琴家的他们 每天都在全国各地 参加不同的音乐会 有着永远出不完的差 这两位我无比尊敬的老师 十分喜欢我 可现在 我却厌恶了他们的儿子 小叶 小叶 我回过神来 是的老师 宋叶同志 保证完成任务 电话那头是爽朗的笑声 我只能啼笑肉不笑地回应着 我向我妈打听了几句 可以确定的是 己方雨今晚也会来 喜欢一个人 可以让时间加速 这十三年 跟不要钱似的 走马观花就过去了 但当喜欢慢慢淡去后 竟连一顿饭 也觉得是漫长的折磨 我拖拉了很久 以路上堵车为借口 让长辈们先吃着 估摸着吃到一半我才 走进了那间 不想迈进的包间 推门而入 一眼看去 只有四个人 我爸妈和己方雨的爸妈 停时慢慢吞吞也就算了 今天还这么慢 我妈用一种 烂泥浮不上墙的眼神 看着我 秦阿姨笑着向我招手 别听你妈妈说的 快来坐 我长舒了一口气 坐到了她身边 幸好己方雨没有来 你爱吃的辣子鸡 秦阿姨加了一块鸡肉 放进我碗里 你是不是听那臭小子的魂话 又减肥了 怎么瘦了这么多 没有了阿姨 我喝了一口茶水润嗓子 是你太久没回来 记不得我的样子了 我妈酸不溜秋地说道 哎呦 在你阿姨面前嘴还挺甜 啥时候 能在我面前也这样啊 我爸在旁边硬喝 他就是窝里横 胳膊肘往外拐 几名哈哈大笑 嫁进我们家 不就不叫胳膊肘往外拐了吗 不知真相的大人们 听到这句话 笑得喜气洋洋 我嘴里的肌肉未同嚼辣 这时门开了 这散漫的脚步声 不用回头 我都知道是谁 包间内的笑声 在一瞬之间消失 四人皆是震惊地 看向我身后 这是看见了什么 我费劲地咽下嘴里的东西转过头去 几方雨正牵着唐苏站在门口 他柔柔一笑 叔叔阿姨好 几方雨拉着唐苏走到我身边 让让吧 这个位置不该你坐 臭小子 几名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怎么和小叶说话的 你拉着的那个女孩 又是谁 几方雨毫不在乎地耸肩 举起了二人紧紧相握的手 我女朋友 几名脸憋得通红 那你敢人家小叶干嘛 咱们家还没穷到 添不起一把椅子 几方雨温柔地将唐苏 拉到了一张椅子上坐下 我在说什么 您应该能明白 几名明白没有呢 我反正是明白了 不就是不要让秦方和几名 给他乱点鸳鸯谱吗 这个让位可不是吃饭的位置 而是儿媳妇的位置 方雨 唐苏拉住她的手为难道 我不该来这里 我还是走吧 几方雨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事 别怕 几名叹了一口气 撑着额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秦方 则眼含泪花地看着他们 她是个温柔的好老师 好妈妈 在我的记忆中 从来没有发过火 你是不是为了故意气妈妈 所以随便找了个女孩子 你不是最喜欢小叶了吗 几方雨的眉毛皱得厉害 不要把你以为的强加在我身上 我喜欢谁都不可能喜欢她 我爸妈倒吸一口冷气 在一旁偷偷观察着我的表情 我一直在强忍 要不是几名和秦方在这里的话 我早就撕她了 阿姨 我对几方雨的感情 一直都是对林家哥哥的欣赏 早就不是喜欢了 秦阿姨张了张嘴 还想再说什么 我夹了一筷子菜到她碗里 她谈女朋友是好事啊 今晚大家齐聚一堂 就别吵架了 这顿饭吃得格外诡异 我爸妈做贼式的 多次用复杂的眼光审视着我 几名和秦方 周身围绕着化不开的忧愁 唐苏和己方雨 和和美美 浓情蜜意 只有我在认真吃饭 成了一碗又一碗的饭 因为我是真的饿了 按照以前的惯例 吃完饭 我会和己明 秦方去散步 今晚看来是不行了 他们一家三口 应该会促膝长谈一夜 我也没好到哪里去 出了饭店我爸妈一个劲地拉着我问感受 我的感受是 爱过 最后留给我爸妈一个帅气的背影 潇洒离去 回到宿舍已是晚上十点 孙涵写声结束 连夜赶回学校 我一进宿舍 他便握住了我的手 没事吧你 怎么和己方雨闹掰了 我的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他拿出手机 滑啦出来了宿舍楼下的那个视频 举到我面前 小可怜 你火了 现在人家都叫你纯爱战士 看着下面的热屏我沉默了 哥把你揣兜里 你把哥踹勾里 这位美女为艺术生证明了 咱们艺术生可不是什么渣男渣女 我是知情人 这位小姐姐真的很痴情 我不停地划着评论 不得不说 互联网真的很可怕 短短三个小时 我的生平履历都被他们扒光了 孙涵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别怕 没有人骂你 他们都夸你呢 我释然一笑 我既然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和他撕破脸皮 就不怕别人指指点点 你不用担心我 孙涵搂住我的腰埋进了我怀里 闷声道 有不开心的事一定要和我说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我的眼睛热热的 男人真不是东西 还是女孩子好 孙涵重重点头 那当然了 要不我们搞鸡吧 孙涵冷漠地一把推开我 你可以滚了 周末我按照约定来到了段玉霄的家 开门的是他妈妈 像是在门口等了很久的样子 阿姨好 身体好些了吗 我把礼物递给她 她不收 拉着我走到了客厅坐下 人来就行 还带什么礼物 阿姨我呀 没什么问题 我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对上她那炽热的眼神就发出 段玉霄呢 我去找她吧 她指着不远处的房门道 她在厨房做饭呢 我去帮她 我逃逝地站起身 却被客厅墙上挂着的照片 吸引了注意力 那是一张全家符 妈妈手里牵着一个 扎着羊脚辫的女孩 爸爸手里牵着 踢着寸头的男孩 这两个孩子 分明长得一模一样 注意到我诧异的表情 她顺着我的眼神 看向了墙壁上的那张相片 阿 那是我家先生和我的两个孩子 我想起了她口中的那个女儿 但好像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见到过她的女儿 两个 她点了点头 是双胞胎 我了然地压了一声 可她接下来的话 又让我不知做何反应 她去世了 这时段玉霄端着一盘糖醋小排 从厨房走了出来 妈 送夜 吃饭了 她将菜放好后 走到了我面前 我注意到她头上 别了个红色蝴蝶结的发夹 露出了光洁的额头 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总不能说 在聊她去世的姐姐吧 于是我抠了抠指甲 低着头没吭声 阿姨取下了墙上的那张全家福 用手指细细抹萨着 她已经走这么多年了 段玉霄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刚进门 就把她妈妈弄赶伤了 我急忙摇头撇清关系 妈 咱们该吃饭了 段玉霄哄小孩似的 想把阿姨拉到饭桌上 但她却走上前一步 把相框取了下来 你说这些年是不是已经够了 我在这微妙的氛围中 察觉到了什么 这个缺少成员的家庭 似乎不太幸福 阿姨转过头看着我 你觉得呢 我没有接过话查 段玉霄深吸了一口气 我妈妈 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说着她打开了门 我跟在她身后 刚迈出一步 却突然不想 就这么离开了 从第一次见面 到医院的病房 以及今天 她的眼神都是如此悲伤 我能感受到 她一直活在过去 阿姨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遗忘才是 我知道您有遗憾 但是我想说 死亡不是生的对立面 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您的记忆 也是对她生命的延续 段玉霄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对着我小声道 你知道我们的事 我很坦诚 不知道 我是猜的 段玉霄好像还没反应过来 阿姨率先开口 哎 这些年 我一直都活在愧疚中 叶叶说得对 其实我都明白 人生都是自己写的 别人又如何能替她负责 替她活着呢 余光中 我看到一滴泪 从段玉霄的脸颊滑下 她迅速地转过头去 阿姨缓慢地 又将相框擦了擦 端着她朝卧室走去 段玉霄默默跟在后面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 只觉着眼眶微热 不知过了多久 段玉霄抱了一大堆女孩子的衣裙出来了 最上面有一只红色的发夹 在阿姨平静地注视下 她带着我离开了家 去哪儿 她抱着一个大大的纸箱 从兜里掏出一把车钥匙冲我摇了摇 把过去烧掉 送夜同学 和我一起吧 把过去烧掉 我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她的车 冷冽的东风与温柔的车载音乐相碰撞 让我混沌的大脑一下子清醒了 她拉着我来到了一处废弃工厂 将纸箱子扔在地上后 拿出打火机一把点燃 明黄的火焰煞时冲天高 我伸出快动的僵直的手取暖 你和你那个双胞胎姐姐 到底怎么回事 段玉霄眯着眼睛看向那团火焰 告诉了我她的过去 她原名段玉 姐姐名为段霄 除二那年 段霄与妈妈吵架 一气之下 偷偷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离家出走了 那是一个暴雨天 他们一家三口跑遍了全城 都没有找到段霄 后来警察局全力搜索 终于在监控中发现了段霄的身影 她被人间杀了 歹徒用她行李箱中所有的衣服裹住了她的尸体 扔在下水道任由她发烂发臭 妈妈时常精神紊乱 把她当成段霄 给她买了很多女孩子穿的衣裙 甚至还给她改了名字 从那以后 她就是段霄的替身 妈妈从来不会叫她小玉 而是会叫她萧萧 那是姐姐的小名 她可能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儿子叫段霄 那天她看见你一个人站在雨里特别担心 说是害怕你走丢 然后啊 我就让她去扶你一把 没想到她会大方地把姐姐的衣服给你披 那件衣服是给段霄买的 结果还没送到她手里人 就失踪了 怪不得段玉霄说 那件衣服对她妈妈来说特别重要 为什么她不生气我把衣服弄丢了呢 段玉霄蹲了下来和我一起取暖 因为我妈说这是姐姐自己想离开了 地下太冷 带件衣服 你有怪过段霄吗 有 她毫不犹豫 她厌恶妈妈每天笑笑笑笑地叫她 厌恶那满屋子的粉裙子 厌恶活在段霄的阴影下 她也想过 如果死了 就不用做段霄的替身了 可她走后 妈妈又怎么办呢 于是她心甘情愿当段霄的替身 我无奈地笑了笑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给纸片人当了十三年的替身 几方语喜欢林黛玉 那我就向着林黛玉的方向靠 不知不觉中林黛玉居然成了我心中那个不可被撼动的原则 段玉霄低声说了句 我知道的 我这么火吗 你连这都知道 互联网不会发达到连我小时候的事都扒出来了吧 我有点担心 毕竟我是那种上午出道 下午就能因为黑料过多而被迫退圈的人 你想啥呢 她白了我一眼 唐苏之前是我同学 听说她有个特别喜欢的男孩子 还为了那男的减肥整容了 我失声道 整整容 段玉削耸了耸肩 我倒是很好奇究竟什么样的男生能让他付出那么多 直到那日在食堂偶遇了他的心上人 说着他便转头看向了我 当然 他的心上人屁股后面跟了一个你 我表情一审 他接着道 不过那都是大一刚开学的事了 对于他能追爱成功我还是替他开心的 我拿着木棍一下一下地搅着火堆 思绪早就飘到了十万八千里 唐苏为了追到几方雨 居然去整容了 如果说我学了林黛玉的神 那么他就是学了林黛玉的行 这样真的值得吗 我仿佛看见了曾经的自己在往火堆里扑 喂 段玉霄伸出手在我面前挥了两下 你还好吧 我收回思绪 火堆已经燃没了 我还好 回家吧 我先给你看个东西 得知唐苏的事情后 我已经丢了魂 神色奄奄地跟在段玉霄身后 和他一起走到了车的后备箱 他拿出了一堆我看不懂的玻璃瓶捣咕着 看着他将一个玻璃瓶放进水里后 我没忍住问了一句 你这是在干嘛呀 他浓密的眉毛抬了抬 排水法收集氧气 初中的内容 还记得吗 我可不记得 化学从来就没学懂过 他拿出一根细长的铁皮 弯成螺旋状 在末端绑上了木棍 那么现在 宋叶同学 一起庆祝吧 在我懵懂的眼神中 他点燃了末端的木棍 将铁丝放进了氧气瓶里 眨眼间 铁丝与木棍的贴合处 便迸发出了精亮的火星 烟火在小小的氧气瓶中炸开 犹如璀璨星河般 炫目迷人 这朵烟花 庆祝我们 终于结束了替身的日子 我见过无数朵绚丽的烟花 但却觉着 段玉霄手中 被随意点燃的这朵 格外夺目 祝贺你 段玉同学 烟花噼里啪啦地响着 我的鼻腔尖 是醒脑的烟火味 感觉点燃的不是木棍 而是我所有的不甘心 可当这些不甘心 被炸成迷人的烟花时 我又感觉青春活过来了 段玉侧目看着我 怎么样 好看吧 我轻轻地应了声 好看 她又重复着之前的动作 给我放了好几遍的烟花 既然无法追寻 那段夏日的旋律 不妨看看冬日的烟花吧 我总感觉她话里有话 但她的表情又是那么清澈 就像那天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一样 你一直盯着我干什么 我心虚地转过头 谁盯你了 她慢条斯里地整理好化学器具 我送你回家 这地方不好打车 我没有意义 开进别墅区的时候 她很是惊讶 你也住这里 什么叫野 我摆出了个疑惑脸 她停好了车 一边解安全带一边到 我在这里住了一年 后来妈妈病了 为了稳定病情 便搬回了以前住的小区 我在一排别墅中间 指着一个问道 不会是那栋吧 她又小小地惊讶了一把 你怎么知道 猜的 我以前就经常在想 为什么那个房子里的叔叔 经常行单影只一个人住 原来妻子孩子都不住这里啊 送夜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几方雨背着双肩包 站在家门口 看着我俩 脸臭得能熏死一只苍蝇 我视若无睹 对着段玉道别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 段玉曲起指节 抵了底下唇 漠黑的眼瞳转了转 举手之劳 这才多久你 就和别的男生在一起了 扣问的语气 我吃笑了一声 你不觉得 你有点多管闲事了吗 说吧我绕开了她 打算往家里走 却被她一把抓住了手腕 扯了回来 我看你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吧 她急促地喘着气 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放开我 她的力气实在太大 我挣脱不开 段玉冲上来 给了她结实的一拳 几方语吃痛地捂着 左脸后退了几步 她托起我的手 翻来翻去 看了好几遍 没捏疼吧 我有些结巴 没 没有 谁让你碰她的 给我滚开 几方语扔下了 自己的双肩包 和段玉扭打在一起 我在旁边急得 如热锅上的蚂蚁 家里的大人都不在 我可拦不住他俩 这样下去 不会出人命吧 于是我报警了 二人身上都挂了彩 坐在局里 也没给对方一个好脸色 我默默地 站到警察叔叔旁边 指着几方语道 警察叔叔 这个人骚扰我 警察看了眼几方语的脸 似乎是觉得他这个颜值 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又指了指段玉 那他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说话 段玉便抢着回答了 这男的骚扰我女朋友 那我指定饶不了他 不是 我下意识地反驳 但在看见几方语 眼睛里冒出来的火后 又迅速改了口 是的 这是我男朋友 这场乌龙 是以几方语和段玉的两千字检讨 和警察的口头教育结束的 从警局出来后 段玉固执地 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他们二人眼中 针锋相对地怒火 快把我烧死了 一个死去的暗恋对象 和一个刚认识两天的邻居 为了我打起来了 这出句真魔幻 宋夜 几方语伸手想要抓住我 但被段玉给拦住了 他好像也累了 妥协地放下手 你在骗我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 我仿佛听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没有人会一直等你 我已经在向前走了 请你不要再把我挽回了 浪子回头这种戏码 早就不值钱了 你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 那样的话 几方语的语节颤了颤 说话也变得结巴了起来 你能为我等十三年吗 我没有爆发 没有怒吼 语气平淡 似是在陈述一个无关痛痒的事情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明明已经有了喜欢的唐苏 还要来招惹我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请你离开 几方语的脸上 是我这十几年来 从未见过的慌乱 原来他也有卑微的时候 他往前走了两步急切道 我可以和唐苏分手 这次换我来追你 别人吃剩下的我觉得恶心 我冷漠地回绝了 还有 别辜负唐苏 我不打算把唐苏整容的事告诉他 这件事应该让他自己去发现 他捏如着嘴唇 欲言又止 最后落寞的一个人走开了 段玉走到我身边 他就那么好 值得你喜欢十三年 分明是伤心事 可我却笑了 他确实给我的年少带来了惊艳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份心动 但也明白他终究不属于我 段玉没有说话 正低头看着我的手 想起之前除了弹琴 我总是刻意避免在几方语面前露出手 不知怎地 我把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对我的手感兴趣吗 要不要将它列为你的闭设题目 段玉抬眸看了我一眼 请问能不能将你列为我的闭设题目 把我列为他的闭设题目 嗡的一声 一朵烟花在我脑袋里面炸开了 我随口说说的 你别当真 可宋叶同学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的手将在了半空 不太能理解段玉怎么突然就表白了 剑色起意 喜欢你两年了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一切的预见都是他精心设计好的 他很真诚 真诚到连理由都是那么朴实 可我刚失恋 应该没什么精力去接受你进入我的世界 不能让我承虚而入吗 他拉着我走到车前 从车里拿出了一把吉他弹了起来 听到第一个调子 我就反应过来了 六岁那年的夏日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 从此魂牵梦营十三年 十三年后 己方宇在琴房为唐苏独奏 钢琴优雅庄严 吉他自由奔放 十三年前的 我应该不会想到 愿意为我的执念献取的人 弹的不是钢琴 而是吉他 我端正好仪态 像是在享用着什么饕贴圣宴般 近乎前程 在这凛冽的冬季 有位鼻青脸肿的少年 红着手为我演奏 这个时候 钢布钢琴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你哭了 他停了下来 伸手擦掉了我 滑落在脸上的泪珠 别哭 小心脸上长洞窗 无话可说 吃闭门羹去吧你 唐苏整容的事被扒出来了 人怕出明珠怕壮 自从上了校园杂志后 唐苏就以酷似林黛玉的外形 而火了起来 这一火就出事了 论坛里爆出了他以前的照片 臃肿 普通 平庭无奇 为了追爱他一个暑假 减掉了五十斤 还整成了男神喜欢的样子 这件事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 有惊叹的 有支持的 有骂的 也有默默看戏的 令人唏嘘 我一个栽过跟头的人 是没有资格去评价他的 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和执着 但也仅此而已 几方雨还是不死心地 对我纠缠了好几次 其实我很想知道 他脑袋里面究竟在想什么 于是我心平气和地 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 他说他也喜欢我 第一次见到我他就在想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他说我活泼好动 古灵精怪 是他爸妈喜欢的样子 他说他讨厌一切他爸妈喜欢的东西 所以连带着也想讨厌我 他说他很纠结 明明在喜欢着 但是却又不想顺从父母 觉得只要一次妥协 以后便会次次妥协 他说他从来就没喜欢过林黛玉 只是因为林黛玉的一切 与我背道而驰罢了 他说真正推开我的那一刻 他后悔了 他想重新开始 我笑他痴人说梦 唐苏怎么办呢 他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要舍弃他吗 他颓然地靠在椅背上 漠不吭声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局 如你所愿 你求到了年少夙愿中的那个林黛玉 尽管夙愿是假的 林黛玉也是假的 将这一切理清后 我的思绪豁然开朗 原来到最后 我才是最大的赢家 一个假的林黛玉 和一个假的林黛玉信徒 没有人比他们更般配 这么一看 我倒成了几方雨的白月光 究竟谁才是替身呢 真是讽刺 我没有像童话世界的公主那样 幸福地和王子生活在一起 迂回了十三年 我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对水捞月灾水中 段玉经常穿着个白大褂来找我 孙涵因此对我进行了采访 请问你对医学生是有什么执念吗 我仰天长笑 穿白大褂的不是只有医学生 还有化学生 他收起话筒 表示受教了 并鼓励我去大胆恋爱 走出阴霾 但事实上 我并不需要一段新的恋情 我只想成为一位孤单的富婆 方便以后包养男魔 我把梦想讲给段玉听 他居然还把这种事 记在了备忘录里 我不懂 并且大为震撼 后来的日子 我不再围着己方宇传 在钢琴上莫名的偏执 也化为了最纯粹的热爱 毕业后 我进入了一家心仪的文化公司当策划师 尽管工资不多 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听我妈说 己方宇要结婚了 结婚对象是那次带去包间吃饭的姑娘 记家给我家发了情帖 我不得不去 婚礼当天 我见到了穿着华美白纱的糖酥 她的那张脸变得僵硬又扭曲 做不出任何表情 这是过度整容的后遗症 我想到了 在医院神经科碰见她的那次 或许从那个时候 起她的脸就已经出问题了 己方宇牵着她的新娘走向舞台 从我旁边经过 也许是我的幻觉 她投过来的眼睛亮了一下 我端起酒杯朝着她的方向 做了一个碰杯的动作 然后将酒水一饮而下 家偶天成 百年秦色 这场婚礼 算是她为唐苏的青春买单了 放在腰间的手机疯狂震动 来电显示小恩 我的公司饭搭子 吃席呢 什么事啊 大事 有男模求你包养了 我眉毛一跳 捂着手机走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 真的假的 谁啊 电话那头 小恩的语气跌宕起伏 形容夸张 其实包养男模这件事 不过是我一时口嗨 上次公司团建喝大了 在她的怂恿下 我发布了二十多条收留心碎男模的帖子 不过我理智尚在 留了她的联系方式 快去面机 她可帅了 电话被挂断后 她酷酷地给我甩了一个咖啡馆的地址过来 我习都没吃完就跑了 不会吧 不会吧 这年头的男模都这么好骗的吗 我想得和她谈清楚 毕竟我的工资可只够我自己吃饭 二十分钟后 人在咖啡馆 男模也很帅 她身形修长 眉目疏离 面部线条干净利落 宽肩斩腰样样不辣 我顶了顶腮帮子坐到她对面 堂堂化学教授 什么时候干起了男模的工作了 段宇撑着下巴像个猫似的慵懒 老师工资这么低 我不得干点兼职 我给她递了一颗席上抓的喜糖 她脸下眸子沉默了两秒 你要结婚了 我差点把嘴里的糖果吐她脸上 是己方宇结婚了 这是她的喜糖 她放心地收下了那颗糖 宋叶同学 今天是来谈包养事宜的 你可别把话题扯远了 她去国外深造了两年后 再次回到了我扎根的城市 包子豆浆炸油条 玫瑰钻石白玉镯 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浪漫 都被她给玩烂了 这次她将她签约模特公司的合同书 给我摆了出来 宋叶同学 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我收了呀 可我觉得还差了点什么 可我没有听见你说爱我 她愣了愣就这样 我点了点头就这样 她看起来有些紧张 正经微做到 宋叶 我爱你 请问你以后的人身安全 可以让我全权负责吗 好像还差了点意思 我拿出手机 打开了录像 再来一次吧 就像当年那样 全文婉 无解 父母离婚 无家可归的时候 我真的太想太想将一天了 所以我占了整整三十个小时 去见她 我想着 这个年人经见到我一定会像往常一样 很用力很用力地抱着我 然后心疼地亲亲我 告诉我 她永远不会抛下我 事实证明 我很了解将一天 可她又抱又亲的人 却不是我 得知父母离婚的消息的时候 拖着行李箱的我一下子被钉在原地 看着周围来接孩子回家的父母 我忽然发现 我彻底无家可归了 我的童年在吵嚷叫骂中度过 我的人生在不停地被抛弃 爷爷奶奶嫌弃我 是个女孩子不要我 父亲打麻将 无暇顾及我 母亲咒骂我 毁了她一生 只有将一天 永远不会抛弃我 天大的事 只要她抱抱我 都过得去 退了回家的火车票 我买了最近的绿皮火车车次 没有座位 站了将近三十个小时 出站的时候 我的腿像是被灌了签 可只要见到将一天 我就有人要了 手机在付完车费的那一刻 彻底黑屏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将一天的一切 今天下午她没有课 她会在图书馆 一直自习到六点 我拖着肿胀的双腿 朝着图书馆走过去 仿佛一个溺水的人 而将一天 就是我的那根浮沫 上台阶的那一刻 雨点落了下来 恰好图书馆顶的 钟表时针指向六点 可我委屈的眼泪 已经快要忍不住了 还剩十个台阶 三个 最后一个 将一天独来独往 喜欢安静 她一般会在最后出来 跟高中的时候一样 当看到同款蓝色 爱心短袖的时候 我的眼泪已经落下来了 一路上的委屈 彻底绷不住了 我实在太需要 她抱抱我了 我朝着她跑过去 可下一秒 就愣在原地 跟将一天携手并行的 还有位女生 她搂着她的腰 像普通情侣 那么密不可分 时不时都要亲亲 可能是我的泪水 模糊了视线 我努力地擦着眼泪 可那情侣同款的 蓝色爱心短袖 就穿在她的身上 而且我认识她七年 怎么会认错 雨越下越大 她把那个女生 小心翼翼地背了起来 脖子上挂着她的包 两个人共撑一把伞 紧紧地贴在一起 女生把奶茶管 喂到她嘴旁 她毫不犹豫地 吸了一口 那一刻 我的世界都塌了 她有解体啊 她从来不会喝我的水 哪怕我 喂到她嘴边无数次 她都只会偏头 雨越下越大 她的裤腿很快湿了半截 头发也被雨水打湿 她告诉我 她最讨厌 甚至最厌恶的 就是下雨天 她讨厌 雨水浸湿她的衣服 讨厌雨水落到身上 湿答答的感觉 可现在 为了背上的女孩 她都豁出去了 她们在雨中走得很快 一个企鹅挂件 从将一天的书包上落了下来 落到地上 将一天踩了她两脚 白白的企鹅 顿时变得泥泞 我看到她很有素质地放下女朋友 蹲下身捡起那个企鹅 然后丢进了垃圾桶里 那个企鹅 是我缝了好久好久 扎德手上都是针眼才缝好的 送给她的时候 她是若珍宝 高考的时候 都要装进笔袋里 那个企鹅 别人碰一下 她都要翻脸 可现在 她躺在垃圾桶里 我抬头 看着我的伏目 拖着别人越走越远 我用尽浑身力气喊她 将一天 我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到她身边的 我看着她 问 她是谁 明明已经极力控制 自己的情绪了 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 眼睛就已经开始泛酸了 可能是我过于激动的样子 吓到了她背上的女孩 她竟退后两步 以警戒的姿态看着我 护着背上的人 叶朵 你这样纠缠 有意思吗 我有女朋友 我仿佛五雷轰顶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连声音都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她是你的女朋友 那我呢 当初是你费尽心思 嘘寒问暖 求着我当你女朋友的 是你给我写笔记 给我带早餐 是你说永远爱我 永远陪着我的 家庭爱情的双重背叛 让我上前 死死地抓住她 她被我拉得手一松 把背上的女孩摔了下来 依依 她慌张地去扶她 查看她的伤势 看她没事以后 她死死盯着我 我从来没有在她身上 看过如此冰冷的眼神 那一瞬间 我真的不认识她了 你闹够了没有 我没有 明明是你脚踏两条船 随意践踏我的感情 将一天 你够了没有 你还要不要脸 啪的一声 格外清脆 将一天不躲不避 冷生 夜躲 你自私胆小 活得像个怨妇 要我时时刻刻围着你转 把你的话当圣旨 真把自己当公主了你 是我年轻热血 见不得人这么可怜 所以才处处关照你 可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刻 我都无比后悔 曾经的优点 被爱人当作缺点 大肆宣扬 无异于公开处行 我颤抖着开口 可我本来就是这样 是你说要往死里宠我的 将一天忽然吃笑一声 是我瞎了眼 你和我 好聚好散 我警告你 离我和我的女朋友远一点 如果你敢去骚扰她 她说着 表情凶狠地朝我挥起了拳头 当初那个跟我说话都不敢大声 拥抱都要小心翼翼的人 居然要打我 将一天 你没良心 你骗我 我被愤怒冲昏头脑 居然跟一个不爱我的男人动手 书包刚砸到他身上 将一天抓住我的肩膀 猛地一推 摔倒地上的时候 我浑身的骨头都在疼 五脏六腑的血气往上翻涌 旁边围过来的学生越来越多 我想逃离这里 可我动不了 将一天用了十成十的力气 我被推出去很远 身体在地上摩擦了很远 他明明知道我最要面子 这样做无异于杀了我 雨下得越来越密 打在东湖的荷叶上 哒哒哒 跟那天一样 大一那年夏天 我来看他 一下火车就碰上大暴雨 一排沙袋摆在路中央 那条路已经被淹了 有几位路人被困在了深水区 好多车子在路中间就熄了火 消防队员不停地在劝退车辆 挖掘机载着乘客往远处送 不过十几分钟 我裙子的下摆已经湿透了 我看着基本陌生的城市越来越黑 手机也没电 将一天迟迟没来 我的心里莫名地慌乱 就在我思考 要不要去求助警察叔叔的时候 忽然我看到了一个奔跑的身影 朝我而来 是将一天 他浑身都是水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到我那一刻 他竟然红了眼 我第一次见他 哽咽地说不出话 他们说这里的 积水很深 有两个人呗 我急忙抱紧他 不是我不是我 我本来也想跟着走的 可我怕你找不到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我这是重灾区 路都疯了 公交出租车都过不来 联系不上我的时候 他被吓得半死 过桥底的时候 水漫了上来 他躺着齐腰的水 手死死抓着路中间的围栏 稍有不慎 就会被卷入桥底 他完全不要命了 两个消防员都没拦住他 我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这种危险做法 他躺在我的腿上 抱着我的腰 声音闷闷的 他说 没我他不能活 你看 他当初真的很爱我 一刻也离不了我 每次看我要走的时候 他一个一米八戟的大老爷们 永远哭得两眼通红 不舍得抱着我跟我说 总感觉把你一个人落在这里了 刚上车就开始视频 信号不行就发信息 那几年 我超过十分钟不回消息 可能他就已经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了 那样一个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我的人 现在竟然这样讨厌我 家庭仿佛一个沼泽 我现在里面 是将一天拉了我一把 我一直以为我的青春会议 架塌结尾 可现在 眼前的东湖一眼望不到边 听说这里连着一条校外的河 可能我死后不会被人发现 我踩上十阶 则都2022年了 怎么还有人为爱性情 早知道你这样笨得不透气 我就不该拉你 我睁开眼 看着眼前的陌生的少年 少年肆意的眉眼 是我没有的鲜活 你说说你 长得也不丑 就是这脑子离家出走了 哼 跳湖 东湖深水区深不可测 那年还跑上来几条水蛇 你要是一跳下去 底下的水蛇马黄 可真是有福了忧 马黄吸血 水蛇吃肉 还挺公平 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蛇 听到里面有蛇 拖着伤腿 下意识地从台阶上下来 哎 你怎么不跳了呢 你一人跳湖 全校放假呀 对了 还有你那丧天良的前男友知道了 估计高兴地得放炮 还是一万想的 我有气无力地瞪了他一眼 怎么也没想到 会跟眼前的男生渊源颇深 他付出了那么多年 难道你付出得少吗 明明是他辜负了你 难道你就不想报复回来吗 他把你贬得一无是处 有了新欢 恨不得把旧爱给踩死 你甘心吗 对了 顺带告诉你 将一天可能会保盐 前途不可限量 你用七年青春种的树 甘愿让后人成凉吗 我面上没有表情 可心里早被这个陌生人给骂醒了 良久出口 不 我会砍了这棵树 我没想到将一天会主动找我 梧桐树下的那家咖啡厅 我进去的时候 他正低头玩着手机 脸上还带着笑意 可看到我以后 立马冷下了脸 这是你做的 告白墙上的帖子赫然显示着 法学院大四江 一天脚踏两条船 下面的照片是我提供的 帖子也是我投稿的 我看着它 是你做错了事 将一天偏过头冷笑了一声 叙述不清楚 时间过程也没有 叙朵 我教你做数学题 可没有这么省略 我以前什么都听你的 可我换来了什么 背叛和羞辱 将一天捏了捏眉心 叙朵 要我说几遍 我不爱你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背叛 那上周你为什么熬夜帮我抢课 还跑那么远去听王教授的讲座 那是我想考的导师 不是你的 因为同情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快要把我的心撕碎 痛得我都不能呼吸 以往我眼圈一红 将一天都心疼得不行 恨不得给我跪下 可现在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声音极其不耐烦 夜朵 我再说一次 我其实早就不喜欢你了 不过看你可怜 高考我拉你一把 考研究生 我也拉你一把 你以后不用依附你的父母 你完全可以自力更生 这也算是我还了你这么些年 高二那年 父母在家吵得天昏地暗 我的爸爸指着我 你不就生了个破丫头骗子吗 生了这么个赔钱货 我的妈妈直接把刀递给我的爸爸 大喊着 那你杀了他 杀呀 我也解脱了 跑出家门的时候 雨下的就是这样的大 我无处可去 发疯得跑到公园里 看着那条河 学习压力 加上这样的父母 我是真的不想活了 可就在我的人生 彻底扭曲之前 他捂住了我的眼睛 他们都不要我 他们对我不好 我咆哮地诉说着 满得要溢出来的委屈 他特别严肃地对我说 乖 别哭 我对你好一辈子 我发誓 如果我对你不好 就不得好死 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那个怀抱 是那么那么地温暖 一下就温暖了我好多年 曾经的温暖 都变成了刀子 扎在了我的心上 眼泪像收不住的阀门一样 怎么都忍不住 可他就在那冷漠地看着我哭 冷漠地让我心头发冷 回到学校的我大病一场 烧得只有半条命的时候 恍恍惚惚感觉到 有人为我糖水 只有江一天知道我发烧的时候 喝糖水就会好 我费力地睁开眼 可还是看不清 我喊 江一天 有人亲了亲我的脸颊 有冰凉的东西 滴到我的脸上 江一天 我好想你啊 我哭得不行 死死揪住他的衣服 你怎么会来 我们明明都 笨蛋 我们只是吵架 又不是不爱你了 声音温柔地一如从前 清醒过来的我问了护士好多遍 可从他眼神里我看出了答案 一切都是幻觉而已 可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分明潮湿了一片 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 就是撕掉墙上密密麻麻的知识点 还有他为我制作的考研计划表 任务精确到每个小时 那么厚的考研资料 我通通撕了个干净 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再次崩溃了 为什么他送的东西那么多呀 情侣衣服 同款杯子 床头的小狮子 三周年的镯子 五周年的对戒 还有我三分之二的口红 电脑旁的合照 沉甸甸的箱子快要把我压垮 我在垃圾桶旁边犹豫了好久 最终把衣服捐了 其他的都送给了在跳蚤市场大甩卖的室友 只剩下相册合照的时候 室友接过我的箱子 我替你保存 什么时候释然了 我快递给你 毕竟里面不只是将一天 还有你的青春 我转过身 泪流满面 短短一个月 我抱瘦二十斤 Excess衣服 穿上都显宽松 头发也大把大把地掉 时不时地就会干呕 可我只能当无所谓 因为没了会在意我的人 将一天给我订的考研资料 依旧按时送来 我猜他正和新女友热恋中 完全忘了这回事 毕业那天 我签了一家很远很远的公司 远到坐飞机都要整整一天 可没想到进公司的第一天就碰上了我的救命恩人 宋一星 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抱歉 没有剩饭了 我翻了个白眼 看着他继续演 宋一星虽然嘴毒 但业务能力是真的强 看他家狗吃的就知道了 口粮顶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到北城后 宋一星帮我租了房子 代价是在他出差的时候 给他家主子铲食 我的第一笔单子 是他喝酒 喝到医院 洗胃才拿下来的 结果 这人还没下病床 就说要跟我四六分 他六我四 刚进公司那段时间 宋一星带我满城的跑 一下班不等我闲下来 就把一只二哈丢给了我 看着沙发里满天飞的海绵 餐桌腿布满的狗屎咬痕大雕花 我恨不得把宋一星做成肉干 可有一天下班回来 我忽然看到了门口放着的两大袋子的狗粮 心里窃喜 宋一星终于当个人了 直到我最近手头紧 就是这牌子 不是他家狗吃的那种啊 算了算了 不挑不挑 托宋一星的福 我每天上班就惦记赚钱 下班回来就要伺候狗主子吃喝拉撒 饭后必须散步一小时 连带着宋一星的萨摩 将近四十斤的萨摩 常常把我遛得回家倒头就睡 后来静后知后觉的发现 我竟然好久没有想起来那人了 在连续第三天收到花的时候 我才意识都不对劲 看着工位上的雏菊 我扭头看着同事 同事笑得一脸深不可测 我刚准备拿起卡片 没想到有人快我一步 你好 叶朵 宋一星边念边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真土啊 他装得老神在在的 叶朵 我这次出差顺带给你算了个卦 大师说你就是个孤寡老人的命 身上带煞 一般人遭不住你磕他 听话 我佛慈悲 咱不能同意 我咬着后槽牙 看着宋一星 躲呀 相信公安 相信党 相信恋爱 没有好下场 听话 咱就担着 为了别人 你也得担着 宋一星 据我所知 你这差还没出完吧 奖金不要了 宋一星一脸不可置信 你个小白眼狼 我这是看他们天天在群里 劝你恋爱 生怕你羊入虎口 为了你我自掏腰包 买了商务仓赶回来的 你还不知好歹了 我没找你报销机票钱 就是好的了 切 我本来就计划委婉拒绝的 曾经有人比他 对我还要好上千百倍 可他说 不也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我抱起鲜花 宋一星快速地从我手里夺过 干什么 还想插起来 一束菊花 你也不嫌晦气 他嫌弃地拎着那束花 放厕所熏熏味道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同事看不下去了 那是厨局 你个没见识的 宋一星当即翻脸 是个厨 也不行啊 他走到门口 忽然回头叫我名字 夜朵 干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 宋一星收起不正经 看着我眸色沉沉 以后不许收别人送的花 神经病 你答应 我帮你遛狗一个月 我脱口而出 好 在宋一星做出承诺的第二天 我就请假了 大学室友结婚 作为曾经的好闺蜜 我自然不能缺席 宋一星一脸无奈地接过我的狗 顺带给了我一张纸 这是我要的当地特产清单 嘿 我说 周八皮见了你 估计也得喊声祖师爷 宋一星白了我一眼 我一好哥们在当地 里面是他照片 你下了飞机 他接你 不必 宋一星一副看穿我的眼神 且 高铁都能做错的人 我生怕你直接飞印度 给人当小老婆去了 而且你是有结婚挺忙的 懂点是 让我哥们接你 也让我放点心 我咳嗽了两声 虽然你这么关心我 可特产的钱还是要给我的 宋一星磨着后槽牙 赶紧走 落地给把鼻报个平安 干 又占我便宜 婚礼一切都很完美 跟我们当初设想的一模一样 让我难忘的是在婚礼上 思宜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你最想做什么 婚礼结束后 我没打算回临城的 可实在太近了 而且 外婆的生日也快到了 我咬咬牙 买了回临城的车票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会遇见江一天 昨天刚下过雨 墓园周围都是荒草 上次来 还是跟江一天一起的 已经有三年没来过了 我把周围收拾了一下 摆上外婆爱吃的 白糖糕和红豆饼 还有好不容易买来的冰汤圆 最后是室友的喜糖 外婆 生日快乐 刚开口眼泪就止不住了 外婆 我有了一份不错工作 同事们都特别喜欢我 那里的天气没有那么恶劣 你放心 我有好好吃饭 看 我还给你带了喜糖 我给你撕个你爱的化眉口味的 化眉糖太酸了 酸出了我的眼泪 外婆 对不起 我太胆小了 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你 是我不好 外婆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想吃你做的白糖糕 我想你抱抱我 跟外婆告别以后 哭得脑袋都晕晕的 这么多年的委屈 终于得到了宣泄 坐上公交车的时候 我还在擦眼泪 我习惯性地 坐在最后排靠窗的位置 我刚坐下 就看到了小跑着上车的江一天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 不过大半年没见 我差点没认出来她 她瘦得快要脱了下 宽大的羽绒服穿在身上格外的不合适 一向不喜欢戴帽子的她 竟也戴了一顶黑色的毛线帽 我看向她的眼神 从惊慌到仇恨只不过一秒 而她的眼神 却藏了太多我看不透的东西 她依旧坐在靠近后门的位置 仿佛下一秒 就会舔着脸 给我要作业 顺带把放在怀里保温的豆浆递给我 连带着我最爱吃的那家小笼包 我这人在乘坐交通工具上 有点不灵光 经常坐反 她每天都要在我耳边说不下十遍 东边等车 别坐反 东边等车 别坐反 冬天一过去 她立马就买了一辆自行车 接送我比上课还要准时 后座也变成了我的专座 我曾坐在单车上 无数次地看着她的背影 没有一次比今天更难受 我感觉我难受得快要窒息 我站起来就要下车 可车子已经启动了 我决定好了 下个路口就下车 我努力深呼吸 摆出一副高冷的姿态 不就是背信弃义的前男友吗 我是若空气 如果他敢看我一眼 我一定狠狠地给他一巴掌 可天知道 当车停在下一站的时候 我站起来都是靠蓄力 可我刚站起来 他也站了起来 师父 到南山路怎么换乘 前面两站下车 坐十八路车 他大声地复述 十八路 东边坐车 然后轻轻地道谢 很快速递下了车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问南山路 那是我家 新上来的是一群学生 好像是组团来烈士陵园的 他们一上来 瞬间挤满了整个车厢 每个人都是处于热血中的青年 手里还拿着冻掉牙的冰淇淋和圣袋 我依旧坐在角落里 忽然一个小女生坐到我的身旁 递给我一个雪糕 我抬起红肿的眼睛看她 姐姐 敷敷眼睛就不痛了 她拿的是我喜欢的牌子 还是我最喜欢的芒果味 我下意识地看向窗外 看到了站牌下的她 一身黑衣 肩头落了雪 她嘴唇吸动的瞬间 我打开窗户 就要把雪糕砸过去的时候 就要车子启动了 那根雪糕太凉了 凉得我止不住地流泪 旁边的小姑娘吓得不行 急忙递给我纸巾 姐姐 是雪糕太凉了吗 那别敷了 我固执地拿着雪糕不肯丢 其实婚礼上的问题 我听过这辈子最好的回答 那年七夕在游乐场的告白墙上 我看到过江一天的回答 她写 我会在她奶奶只给她堂地买雪糕的时候 也给她买一只 那虽然不是全场最浪漫的回答 可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的回答 叔叔家生的是男孩 比我小五个月 家人千疼万宠 我只有看着的份 其实我只是随意提了一嘴小时候的不公 她就心疼了好久 一到夏天 见到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我去买雪糕 见不到 我就给我发红包 按时按点 家人少给的宠爱 她再双倍地补给我 滚烫的眼泪 快要将雪糕融化 学生们在意中的站牌下车 雪越来越大 有的男生脱下校服 给女生挡雪 我下意识地回头 可再也没有那个 怕我动到脚 就被我上下楼的人了 车子继续开动 我看着那个空空的座位入神 过了很久以后 我才意识到 那竟然是我 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她 在一次挂掉我爸电话的时候 他扬言再不给他钱 他就要去法院告我 十分钟以前 我刚被我妈拉黑 因为我想给他邮寄一箱哈密瓜 问了下他的地址 他就以为我这个脱油瓶 又要祸害他 不等我解释 就把我拉黑 洗了把脸回到公位上 时间显示 晚上十一点二十分 我拿起幽行诊 拉开折叠床 刚合一躺上去 就听到有人大喊 声音怨气冲天 人呢 夜朵 你家的狗嚎的劳资 高血压都犯了 赶紧跟劳资回家杀狗去 被宋一星塞进车里的时候 他还威胁我 以后每天十点前必须到家 要不然你就试试 红灯倒计时的时候 他忽然指着 显示器上的数字二十五说 对了 生日快乐呀 那一瞬间 我好想哭 父母都不惦记的人 居然还有人惦记着 回到家的时候 门口放着两袋子的狗粮 还有两个袋子 一个里面装的是 很喜欢的一位 作者的签名版书 另一个袋子里 是一个小蛋糕 芒果慕斯 我的最爱 跟去年一样 我掏出手机 给宋一星发了个谢谢 他回了我一个神经病 来年八月的时候 宋一星升了主管 他请全部门的人吃饭 本来不想去的 可想到他替我喝酒 喝到去医院洗胃 我还是咬咬牙 买了一款老贵贵的袖扣去了 当我把礼物递给他的时候 他笑嘻嘻地说 一会儿我也给你个礼物 切 又是坏水 整个晚上 我的注意力都在菜上 没想到这里的菜这么好吃 旁边的同事立马给我普及了这个贵的要人命的餐厅 看着盘子里的配菜 我毫不犹豫地夹起来吃了 因为太专注于吃了 丝毫没发现宋一星今天穿了很正式的西装 也没发现同事们的小声思语 当我去露台给同事送包的时候 就看到了眼前的紫色气球 无数的香槟玫瑰 宋一星抱着花出来的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一向油嘴滑舌的他 此刻居然说话都结巴 那个 我 叶朵 我承认刚开始看上了你的姿色 后来我发现你这个人才貌双全 跟我共度余生刚刚好 宋一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 我家不在这里 可你说喜欢这里 要在这里一辈子 那我就给你一个家 哎 谁让歌命应呢 没办法 天作之合 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喜欢的香槟玫瑰 紫色气球 数不清的星星灯 紧张的男主角 后半生的约定 跟我幻想的求婚场景 分毫不差 一切都对了 可一切又不对 看我不说话 他继续说 行 以后遛狗蝉食我都包了 宋一星急了 夜躲 成或不成给个准话呀 你要是敢拒绝 你就自费 我刚刚看你吃了很多的牛排 面对宋一星的威胁 我眼里的雾气慢慢凝聚 宋一星 真的很抱歉 我 他打断我说话 是场景不知的不满意 不 跟梦里的一模一样 宋一星苦笑 那就是人不对了 他慢慢站起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 转过身对大家说 夜躲说 今天他请客 大家尽情吃 宋一星转身看着我说 夜躲 你一直说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幸亏你今天没答应 要不然你就是恩将仇报了 他努力地调节着气氛 语气跟平常下班一样 行了 走了 看着宋一星落寞离开的背影 我以为我会心软 可我没有 我骗不了自己 当宋一星说要给我一个家的时候 我脑子里装的是另一个人 宋一星申请去了分公司 我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 不想回家 就想在公司干他一百年 可没想到第二天 领导就把我打包送去了机场 生怕我天天加班猝死坏了风水 也坏了他刚刚竖起来的人道主义的牌坊 朵朵啊 这次出差你就当散心了 反正离你家也很近 忙完了回家住几天 休息好再回来 听完语音的我哭笑不得 碰上这么个好领导 是我三生有幸 知道我状态不对 就让我出去散心 而我的亲生父母将我视作摇前树和洪水猛兽 工作异常地轻松 三天就结束了 可忽然接到了牧原的电话 我匆匆地又赶了回去 园里的人跟我解释 应该是前几天下大雨漏水了 我跟他们沟通如何休整 因为太过于专注 没注意脚下 不知道踩了什么 脚一滑 整个人往后栽去 我下意识地去抓手边的东西 抱住墓碑的我输了口气 多谢多谢这位 我低头去看这位好心人 却一眼看到了墓碑上的照片 手上忽然没了力气 我整个人摔倒在墓碑前 墓园的人急忙来拉我 我却躲开他的手 什么都不顾爬到墓碑前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照片 十几岁的少年 一身的少年气 笑得张狂又肆意 我摸上十杯上的照片 一寸一寸地看清楚 是将一天无疑 姑娘 你认识这人 冬天的时候 我还见过这个小伙子 他来给自己选墓地 我当他开玩笑的 没想到没几天就 我的世界都塌了 脑袋里只有一句 冬天他来给自己选墓地 我跪在地上 看着将一天明媚的笑容 心里有个可怕的想法 连续站了几次都站不起来 我强忍哭腔 麻烦您拉我一把 我实在是站不起来了 姑娘 你去哪儿 不去看你外婆了 我深呼吸了两下 转过身看着老人 麻烦您 我一会儿就回来 走了没两步 我实在没力气了 扶着旁边的小柏树 气不成声 我认识他 照片的另一半 是我 江一天家 就在一中后面的家属院里面 明明上学五分钟的路程 他总要提前半个小时出门 因为要接我 家属院的强提已经陈旧 楼道也窄了许多 来过许多次 都是被江一天挟持来的 他帮我补习物理 他爸爸还会教我数学 他妈妈总是会在我来的时候 做我最喜欢的鱼汤 上到三楼 对门爷爷家的小泰迪 依旧叫得热烈 珠红色的大门上 还留着江一天随手贴上去的贴话 敲了几下门 伴随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门开了 眼前的江伯伯好像一瞬间老了十几岁 头发花白 动作迟缓 看到我以后反应了好久 是躲躲来了呀 我忍着情绪点点头 刚要开口 忽然门里冲出来一个人 头发凌乱 不似往日精致 紧紧握着我的手 是躲躲来了 快进来 阿姨的鱼都已经炖上了 外面挺冷的吧 一天 这个臭小子还不肯起床 躲躲 你快去把他喊起来 他听你的话 外面的太阳 明明晒得人头晕 而且江一天明明 江伯伯跟我对视了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朵朵 你快去叫一天 我去看看雨好了没有 阿姨基本上 是把我推进江一天的房间的 门外她撒娇的语气 和当年一模一样 你快来厨房帮我呀 好好好 我仿佛站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原来贴满我们照片的墙壁 现在取而代之 是她跟她女朋友的合照 从盛夏到领冬 上面还标注着时间地点 枕头边上放着两只粉红色的大嘴猴玩偶 我曾经送的半人高的吴黄没了踪影 书桌上满满灯灯的晴天柱大黄蜂还在 那都是她的宝贝 我们当年一起在公园画的泥塑娃娃 我送的笔筒 我们一起种的结梗花 装满我喜欢的巧克力的糖罐子 都没了 我跟她的那张合照也没了 我们第一次约会在龙湖看日出的照片 她当成宝贝一样 冲喜 放大 做了个巨大的相框 由她最爱的宝贝们看守 角落里的篮球都落了灰 门后面的球衣 已经不是我熟悉的红色了 而是粉色 红色的球衣 是我第一次送她的礼物 是13号 我的幸运数字 后背还有我们名字的缩写 她当时把这件球衣宝贝的跟什么一样 按她的话来说 每次穿之前都要沐浴焚香 打球的时候 背下黑手她不生气 可谁要用脏手摸她球衣一下 她能立马翻脸 也不管是不是在打比赛 她收拾得挺干净的 完全地抹去了我的痕迹 任谁看 这个屋子处处都是 她跟她女朋友的甜蜜回忆 我呆呆地站在屋子中间 难以下脚 忽然身后的开门声惊醒了我 照片上的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你还是来了 坐吧 她坐在床上 我坐在了椅子上 我还没开口 她就已经悉数告诉我了 还没介绍我自己 我是蒋一 毕业后 我就来找一天了 我们一起经营了一家花店 我愿意嫁给一穷二白的她 可她不愿委屈我 拼命挣钱 当我们有了点积蓄的时候 她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回家见我父母 我们本来计划冬天订婚的 我们甚至连婚房都看好了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她 她会出车祸 她哭得隐忍克制 大颗大颗的泪珠止不住地流 她去翻包 我却掀她一步 从抽屉里抽了纸出来递给她 她愣了一秒说谢谢 一天走后 阿姨就开始生病了 清醒一阵子糊涂一阵子 那段日子 我也想过跟她一死了之 可我不能 她照顾不了叔叔阿姨了 我得替她 纸巾用得很快 我又抽出一张地给她 节哀和安慰的话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觉得自己讨厌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却来勾人家的伤心事 一天走得过于突然 一句话也没留下 可我俩都欠你一声对不起 我摆摆手 都过去了不是吗 都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人了 说什么道歉 走出房门 阿姨依旧端着那个白瓷盆 看到我就急忙招呼我 朵朵快来喝鱼汤了 我看着白瓷盆里的凉水 鼻头一酸 一天还没吃药 药呢 药在哪里 快把药给我 一天不能不吃药 阿姨的情绪忽然激动 蒋一急忙安抚她 阿姨 要在卧室 我陪你去拿 她懒着阿姨进了卧室 我起身告辞 江伯伯送我出门 门口的她欲言又止 朵朵 是一天这个混小子对不住你 你不要太伤心了 忘了她好好生活 喉咙尖色出声 好 江伯伯 您好好保重身体 说完这句话 我扭头快速下楼 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刺痛我的眼睛 我转过身 看着三楼 他们所有人都在告诉我 江一天早就不爱我了 我苦笑一声 江一天 你这辈子的聪明都用我身上了 一直到走的那一天 我都没再看她一眼 回去以后我正常上班 正常生活 门口的狗粮也正常出现 过生日的时候 芒果慕斯蛋糕也正常地出现 可宋一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 生日那天喝了很多酒 那个慕斯蛋糕太苦了 苦得我眼泪直流 没办法只能提前回家 跟同事分开 没有多久酒劲上来了 头晕晕的 我实在走不动了 就坐在路边 看着刚刚下自习的高中生们 带风的单车 迅速从我的身旁掠过 直奔旁边的冰淇淋店 我看到一个男生献宝一样的 把冰淇淋递给一个女生 女生上了男生单车的后座 害羞地扯住男生的校服 他们在单车上谈天说地 这熟悉的一幕彻底刺痛了我 压抑许久的委屈瞬间如山红崩塌 我歇斯底里地哭喊 我没有冰淇淋 他们都有 我没有 我踹掉高跟鞋 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回家 我等得你太久了 你再不来 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第二天酒一醒 我就飞回了老家 一秒都等不了了 我穿着火红的球衣 背了超大的单肩包 绕路到衣中那儿买了臭豆腐 恰逢九月一号 人山人海 在公交车上 差点被急扁 可到终点站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 我跟看门的大爷打了个招呼 直冲半山腰 看到熟悉的脸庞后 席地而坐 把臭豆腐往那一摆 吃吧吃吧 臭死你 我掐着腰 将一天 你以为收走我的照片和玩偶 摆上和蒋依依的东西 就能骗得了我 我哼了一下 还嘴硬 我把背包里的东西 悉数摆了出来 是保存完好的照片 紫色的泥塑娃娃 笔筒 玻璃糖罐子 最后是那张超大的照片 照片上的它 跟眼前的它一模一样 只是旁边多了一个我 还有室友刚刚寄回来的包裹 我通通摆到它面前 从糖罐子里拿了一块巧克力 含糊不清地指责它 别以为你藏到顶楼 我就找不到了 也别以为一把密码锁 就难得住我 你好歹改改密码呀 一直用我的生日 订婚 开花店 糊弄鬼呢 你花粉过敏 唯独对结梗不过敏 真当我傻呢 我戳着江一天的小脸 哼 你不用骗我 我都去顶楼看过了 我送你的那一株结梗花 已经长满了整个顶楼 你想我就直说 生病的时候痛不痛 算了 你别说 疼死你活该 谁让你不告诉我的 将一天生病的事情 我是猜的 听到阿姨说说药的时候 才感觉到不对 叔叔和阿姨工资不低 可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了 沙发也救得不行 叔叔阿姨穿的衣服 还不如几年前 按照阿姨精致的生活 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 家里遭了变故 而且冬天我碰到她的时候 她瘦得不正常 还戴了毛线帽 我猜那个时候的她 是个光头 我抚摸着江一天的脸 你个大笨蛋 大傻瓜 你知道我最怀念外婆 所以你就把自己 葬在我外婆的脚下 替我守护外婆 还想着我来看外婆的时候 你能偷偷见我一面 对不对 江一天 你真的是全世界最傻的傻瓜 太阳晒的人眼睛发酸 我坐在她身旁 从书包里拿出那件 火红的球衣 这些年 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 可我唯独记得 第一次见面那天 你穿的这件球衣 十几岁的少年 利落的寸头 火红的球衣 带风的单车 我以为我可以如你所愿 好好生活 这样才不辜负 你设的那么大一个局 可当我被求婚的时候 我居然想着 如果那个人是你 那该有多好啊 哪怕没有紫色气球 没有星星灯 没有香槟玫瑰 只要是你 你都不用开口 我就会点头 我靠在冰冷的照片上 企图找到 那个温暖的臂弯 你认识的我室友美美 她结婚了 今年有了宝宝 特别特别可爱 是你喜欢的女儿 我偏过头身呼吸 真的好可惜 差一点 我们就是这样的结局了 罐子里的糖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我就那样 靠在江一天身上 诉说着这几年 最后一颗糖 吃完的时候 我站起来拍拍她的脸 江一天同学 请你酝酿一下 怎么哄我 要不然 我攥紧拳头 别怪我心狠手辣 一会儿见 当冰冷的水 漫过我的头顶 呼吸逐渐困难的时候 我仿佛看到了 十八岁的江一天奔我而来 我坐在她的单车后座 揪着她的校服 一会儿先做物理 还是先做化学啊 先买冰淇淋 可是物理作业很多 那就买一个球的 好吧 你慢点 慢点 抱紧我 咱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 那得趁热吃 全文碗 有没有一刻觉得 女朋友很恶心 有 女朋友跟我说她怀孕了 孩子是我的 那一刻 我真的很恶心 一天 同事突然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 李晨 如果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 还给别人生了孩子 你发现后会不会杀了她 下午宫间休息 同事们聚在茶水间闲聊 说起本事的一桩杀妻案时 徐红一边包着荔枝 一边戏谑地问了我这个狗血的问题 我随口回答 怎么可能 林茜是不会出轨的 我是说如果 徐红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正色 想了两秒钟 没有如果 我相信林茜 真是情比金尖啊 徐红把荔枝扔进嘴里 笑得高深莫测 很久后 我才理解她这个笑容背后的含义 我叫李晨 是一名跨国企业的高管 林茜 是我的未婚妻 发现林茜不对劲 是在她一次晚归之后 那天 我难得不用加班 下班后去了市场 买了林茜爱吃的菜 一直等到菜都上桌了 林茜还是没有回来 我等了一会儿 还是拨通了林茜的电话 电话那边 林茜一如既往地温柔 老公 有个小朋友的家长 没来接 我还要晚点回去 你先吃饭吧 听着她软糯的声音 我觉得既心疼又幸福 心疼的是 她不能准时下班 幸福的是 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女孩 林茜是一名幼师 长相甜美 娇小可人 第一次见面时 我就被她的温柔清纯迷住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相处 我看到了她身上更多可贵的品质 比如她的独立和懂事 我的工资是她的五倍不止 提出过很多次让她不要上班了 我来养她 可她总是不答应 掰着纸头鼠 房贷 车贷 以后有宝宝的花费 能上班还是上班 她不想成为我的拖累 我坐在餐桌前 一点点念着林茜的好 只觉得心都要融化了 等到晚上九点多 林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 打开家门 老公 你怎么还没吃呢 林茜看着桌上没动过的饭菜 称怪道 别饿坏身体 等你回来一起吃 我忍不住凑上去抱她 却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味 上下打量了她一遍 一身剪裁合体的米黄色套装 完美地展示了她的曲线玲珑 可我明明记得 她早上出门穿的是条淡蓝色的裙子 你换衣服了 我疑惑地问 是啊 中午的时候 小朋友把牛奶撒我身上了 林茜笑得有点敷衍 张罗着洗手吃饭 一叠声地喊肚子饿 一顿饭吃得我胃同嚼辣 总觉得不对劲 每次遇到不听话的小朋友 林茜都要和我抱怨几句 这次却生硬地转移了话题 有点避而不谈的意思 睡前 趁着林茜洗澡的时候 我拿起她白天穿的衣服 闻了闻 没错 衣服上确实有很淡的烟味 林茜就职的幼儿园 除了保安之外 园长和老师全都是女的 她身上的烟味哪来的 总不可能是在小朋友身上沾染的吧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她在临回家前换的衣服 换过衣服后还和一个抽烟的人有过接触 老公 林茜擦着头发 从浴室走出来 一脸娇媚地笑 我以前最喜欢她出水芙蓉般的清纯 现在看着她却觉得心里发寒 看我没反应 林茜贴过来 靠在我身边问 老公 今天没兴致吗 毕竟只是怀疑 没有证据 我抢笑着吻了吻她的额头 这一晚 林茜格外主动 像是急于证明自己的爱 我却全程像吞了只苍蝇 有些恶心 心里飞速盘算着该怎么证实一下 第二天是平安夜 我早早下班 开车去幼儿园门口等林茜 又来接林茜啊 恋爱这么多年了 感情还这么好 林茜的同事调侃着我们 林茜双颊微红 小鸟依人地靠在我肩膀上 看着她动人的笑容 这一刻 我真希望自己的猜测是错的 林茜上车后 我把准备好的花束和礼物拿给她 趁着她拆礼物的间隙 我用手里的玫瑰遮住她的视线 把早已准备好的打火机 放进了她的手包里面 平安夜礼物是一条湿滑落士奇的项链 林茜嘴上责怪我乱花钱 脸上却写满了喜悦 拍了好几张照片发朋友圈 林茜心满意足 像往常一样 打开化妆镜准备补妆 我平住呼吸 偷偷观察她的反应 林茜打开手包的时候 明显一愣 但随即 她若无其事地拿出口红 在水润的唇瓣上涂抹起来 好看吗 老公 林茜巧笑奄然地问我 我点点头 死命握紧了方向盘 真怕自己下一刻就掐上她鲜弱的脖子 林茜没发现我的异样 依然对着化妆镜左顾右盼 老公 我们去吃什么 吃你最喜欢的日料吧 我抢笑着回答 只为 一家很出名的日料店 食材新鲜 色味俱佳 林茜吃得很开心 我却有些心不在焉 用餐中途 林茜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她看了一眼 抱怨垃圾信息真多 然后说去洗手间 起身离席 我暗暗觉得不对 悄悄跟在她身后 餐厅僻静地转角 林茜压着嗓子发脾气 我正和她吃饭呢 不是你放的是谁放的 你还狡辩 你又舍不得你老婆家的背景 我不和她结婚 孩子怎么办 零零散散偷听到的几句话 与我而言 却像是五雷轰顶 林茜她真的出轨了 我深爱的未婚妻 在我头上种了一片青青草原 我踉呛几步 失魂落魄地走回隔间 过了一会儿 林茜也回来了 一边笑着说清酒后劲大 一边跟我东拉西扯 说学校里遇到的去世 我咬紧牙关 很想直接质问她 为什么要出轨 可理智还是让我忍住了 林茜和我是在学校联谊时认识的 我读的金融系 男的精明强干 女的爽力干练 都是一群狠人 我很少见到林茜这样 温柔如水的女孩 长发披肩 笑起来弯弯地眉眼 素来以理科直男自居的我 心底竟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诗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林茜在我心里 就是这样的女人 像花朵一样娇艳动人 需要人怜惜宠爱 我开动公式追求她 花了半年的时间 终于抱得美人归 第一次牵手的时候 我看着林茜羞红的脸颊 告诉自己 这辈子都要对林茜好 毕业后 我任职于一家跨国企业 工作中磕磕绊绊 一路拼来 总算是小有所成 爬到了高管的位置 本想着 今年向她求婚 可以给她一个浪漫的婚礼 谁承想 却在婚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看着林茜光滑如玉的脸颊 非常想知道 是什么样的人 能让她背叛我 背叛我们多年的感情 还有她提到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我的心里有了一个不祥的猜测 第二天 我直接去找了私家侦探 调查林茜的出轨对象 比起自己花时间花精力 做什么捉奸 跟踪 我选择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私家侦探听完我的委托和诉求 拍着胸脯说 没问题 然后委婉提醒道 李先生 你既然还不想撕破脸 放打火机 这招也太险了 很容易让她想到 是你在试探她 我柔柔鹅脚 没事 我不抽烟 正因为我不抽烟 所以对于一丝丝的烟味 都非常敏感 才从林茜的衣服上 绣到了蛛丝马迹 看着我敖红的双眼 和深深的黑眼圈 私家侦探欲言又止 终究还是说道 我们做这行 见得这种事多了 你也别太为难自己 真是世风日下呀 现在这种事 还真是屡见不鲜 我叹了口气 和她道了谢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公司上班 最近总部 要选拔西北市场的负责人 公司里 还有一大堆的事情 等着我处理 忽然发现 成年人连崩溃的资格都没有 私家侦探的效率很高 不枉她收费如此昂贵 短短三天 一叠照片和一张化验担负印件 就摆在了我面前 照片上 和林茜勾肩搭配的 竟然是我的同事徐红 也就是那天问我 如果我的老婆给我戴了绿帽子 我会怎么办的那个人 这算不算赤裸裸的挑衅 想到那天我言之凿凿的说林茜不会出轨 不知道徐红的心里是怎样的得意 背后又是怎样的讥笑我 我紧紧攥住拳头 指甲狠狠欠进肉里 我和徐红平级 工作上是竞争对手 在这种关系下 我们之间免不了有一些名争暗斗 在职场上 这种名争暗斗很正常 我从来没有因此对他产生什么恶意 我万万没想到 工作上干不过我 他就把手伸到了林茜身上 用卑鄙和无耻 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了 仇恨如脱缰的野马 在我心里喧嚣狂奔 我发誓 我要干死徐红 我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李先生 这种人毫无底线 不值得你做傻事 你别冲动 四家侦探见惯了世间丑态 看着我捏得青筋抱起的手 淡淡劝道 我深吸了几口气 稳定好情绪 拿起桌上的化验单 不出所料 林茜怀孕了 那天在日料店 听到模糊的几句话 我就有过这个猜测 但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我还是觉得无比震惊和讽刺 林茜一直说 现在是我的事业上升期 要等等再要孩子 所以我们的措施做得很完善 那这个孩子 无疑就是他和徐红的 听那天电话里的意思 他是想怀着孩子嫁给我 让我帮他养孩子 简直欺人太甚 事情到了这一步 已经不是简单的分手能解决的了 李先生 我们还能提供其他帮助哦 价钱好商量 四家侦探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和我告别 我开着车 漫无目的地在路上闲转 一个计划慢慢浮上心头 第一步 将计就计 林茜既然想把孩子栽在我头上 一定会采取行动 心绪渐渐安稳 直转到暮色四合 林茜的电话打进来 我看着来电显示里 备注的老婆两个字 觉得无比讽刺 用力压下心头的怒意 装出和平时一样的声音 老公 你怎么还不回来 林茜的声音 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在外面应酬 不用等我吃饭 我准备了礼物给你 林茜撒娇 等你回来哦 我心里冷笑不已 还是装作很期待地挂了电话 这么甜腻的声音 看来是要自荐诊席了 可惜 我现在想到 她都觉得恶心 通话结束 我先找了家餐厅吃饭 这么多年拼命工作 喝酒应酬早伤了胃 我不想再为了这对狗男女 病上加病 虽然没有胃口 我还是勉强自己 往肚子里塞了点东西 结账的时候 我额外点了一瓶酒 走到餐厅外面 夜深人静 偶尔有车辆行驶而过 风冷冰冰地吹来 让人更加清醒 我打开酒瓶 含着酒 狠狠竖了几次口 又把衣领 衣袖 前进几个地方 涂了些酒上去 让自己的身上 沾满了酒气 剩下的事情 就是叫代价 等代价 装醉回家 林倩一如既往地 温柔体贴 把我扶到床上 帮我擦手 擦脸 低声责备 我不该喝这么多酒 从前的种种浮上心头 我又恨又难过 一瞬间红了眼睛 林倩以为我酒醉难受 也没在意 一个劲地往我身上贴 我眯起眼睛打亮 房间里洒满了玫瑰花瓣 床头柜上放着红酒 蜡烛 林倩说的礼物 应该指的就是这些吧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开始装睡 林倩 徐红 我也会送你们一份礼物 四清晨 林倩笑眯眯地叫我起床 桌上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 老公 你太坏了 安全措施也不做 林倩靠在门框上 娇称地说 我装作宿醉头疼 挤出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 林倩看我默认了 自以为任务完成 风摆杨柳蒂走向餐厅 我边刷牙 边在镜子里看着她的背影 眼神越来越冷 就算我真的醉了 自己做过什么 没做过什么 也不可能不知道 何况我是装醉 这个女人自是聪明 却不知道有句话 叫聪明反背聪明物 接下来的几天 我回家越来越晚 林倩也没有怀疑 因为西北市场的拓展 公司要新进一名负责人 像是上天注定 候选人会在我和徐红之间产生 徐红工作的格外卖力 我也不遑多让 耗在公司的时间越来越多 过了不到一个月 林倩就拿着化验单 兴高采烈地和我报喜 老公 我怀孕了 看着她雀跃不已的样子 我顺势泼了盆冷水 装作疑惑地问 不是说 最近几年不要孩子吗 林倩不满地撅起嘴 还不是你那天晚上 不好好做安全措施 现在怀都怀了 只能要了 我看着她娇称可爱的样子 努力掩饰住眼里的厌恶 冲她笑了笑 老公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林倩看我不说话 主动靠在我身边 拉着我的手 抚摸她的小腹 那里有个小生命 不知道她有没有机会 诞生在这个世上 曾几何时 看着身边的同事 一个个结婚生子 想着林倩孤单一人 每晚等我下班回家 我确实是非常想要个孩子 现在她的肚子里 有了个孩子 我却只觉得厌恶 憎恨 老公 你轻点 林倩看我出神 手上的力道有点重 忍不住提醒道 我是太高兴了 我冲她笑笑 收回手说 过几天徐红生日 我想请她来家里吃个饭 你怀孕了 方便做饭吗 要不要请个终点工 提到徐红 林倩的睫毛微颤 又往我往我怀里靠了靠 哪有那么娇气 准备请谁 我摸着她的长发 就徐红和她爱人 咱们四个聚聚 林倩的脸刷得一下冷了下来 请你同事或者其他朋友都行 干嘛请张燕 我最看不惯 她那种高人一等的架势 张燕是徐红的爱人 出生在富贵之家 又是独生女 从小娇生惯养 说一不二 难免有些遗址气势 徐红也是小地方来大城市打拼的 出入职场的时候 没少受老丈人家的人脉扶持 所以面对张燕 总是有些低人一等 抬不起头来 这么一想 她能喜欢林倩 倒是顺理成章 毕竟 很少有男人会喜欢女人太强势 还是温柔体贴的女人 更能讨人欢心 怪不得古人说 合一百炼钢 化为绕纸柔 不过 再温柔体贴的女人 还是会吃醋 林倩对于张燕的反感 我相信 不只是看不惯 更多的 应该是羡慕 嫉妒 恨 只恨我以前太过相信他们 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这次西北市场的负责人 那天领导和我谈话 说已经内定了徐红 我拍拍林倩 柔声说道 林倩果然安静下来 听我继续说 我和徐红以前关系还可以 这次为了竞争的事 两个人虽然没闹僵 但是关系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所以我想 这次就不请别的朋友 我们私下聚聚 一来 联络下感情 二来 她成了负责人 以后工作上的事 可能还需要她照应 林倩扑上着大眼睛看着我 点了点头 只请她 不请她爱人 也说不过去 毕竟那天是她生日 你即使再不喜欢张燕 吃顿饭的时间 人人也就过去了 林倩委屈得眨眨眼睛 顺从地硬了 然后开始絮絮叨叨地盘算 那天要准备些什么菜 哪一家的蛋糕装表漂亮 口感又好 她永远是这样 乖巧懂事 知书达理 如果不是知道内幕 不知道我还要被这种表象骗多久 第二天 我在公司巧遇徐红 徐红意气风发 满面春风 我相信林倩应该把内定负责人的事 私下告诉她了 很好 得意时 精神才会松懈 李晨 最近真是忙死了 下班了句句 徐红主动招呼着 我微笑着婉言拒绝 不了 林倩怀孕了 我下班了想早点回家 帮忙做点家务什么的 你对你老婆还真不错 还想着帮她做家务 徐红黑黑一笑 凑近我挤了几眼睛 你说 要是男人只管爽 别的都不管 还不用花钱养孩子 那该多好 徐红话里有话 笑得一脸戏谑 我握紧手上的杯子 生怕一个忍不住 把这杯滚烫的咖啡 泼在她的脸上 看我不接茶 徐红直起身子 大大伸了个懒腰 你可得拼命赚钱了 现在养个孩子多贵啊 要像前一段时间的新闻那样 最后还替别人养了孩子 那不亏待了 你他妈胡说什么呢 看着徐红甜不知耻的嘴脸 我再也忍不住 愤怒地打断她 徐红弯着嘴角 轻轻斜了我一眼 哈哈 别玻璃心啊 就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当真了 林倩又不会出轨 是吧 徐红洋洋得意的表情恶心至极 我努力说服自己平静下来 我极力压下怒气 抢笑着转移了话题 你生日那天 去我家吃饭吧 叫上张燕 就咱们四个 好啊 徐红欣然应约 好久没吃林倩做的菜了 还真是想念那个味道 说到味道两个字 徐红故意加重语气 眼神晦暗不明 我假作不觉 转身回办公室 玻璃门映出身后徐红的影子 唇角挂着暧昧又讥讽的笑容 在她的眼里 我就是个帮别人养孩子的蠢货吧 没关系 我会让她知道的 人在做天在看 卑鄙无耻的人 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两天时间 我忙着上班 买东西 林倩忙着列菜单 准备礼物 下班的时候 两个人吃完饭 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两个各怀鬼胎的人 把恩爱情深演绎到了极致 终于等到了徐红的生日 我提前和老板 同事说了情况 然后跟徐红驱车回家 林倩系着围裙 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 辛苦嫂子了 徐红客气地换鞋进屋 轻车熟路地在沙发上坐下 我听着这声嫂子 怒火中烧 隐忍不发 徐红大模大样地坐在客厅 指点江山一般地谈论家里的装修 家具 我坐在他身边 边附荷边挽起袖子 清洗茶具 聊了不到半个小时 徐红的手机响起来 接完电话 徐红的脸色就不怎么好看了 张燕说 他的车坏了 让我去公司接他 那就接一下呗 反正来回不到一个半小时 我笑着说 徐红满脸不耐烦 真是把他惯坏了 自己打个车不行 非得使唤别人 好了 你今天是寿星 我去接 刚好把蛋糕拿回来 我笑着安抚他 林倩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 额头上微微冒汗 我倒了杯茶地到他嘴边 轻声哄道 老婆真辛苦 喝一口吧 林倩柔柔一笑 揪着我的手 喝了一口 徐红靠在厨房门框 似笑非笑地说 真是恩爱啊 羡慕 羡慕 林倩有些尴尬 赶忙低头切菜 我顺势把林倩搂进怀里 故意说了几句甜言蜜语 余光扫道 徐红的脸慢慢沉下来 我和徐红相识多年 最知道他的脾气 占有欲 极度心都极强 我当着他的面 和林倩你浓我浓 就是要让他醋 让他怒 因为一个聪明人 感情用事的时候 才最容易犯错 目的达成 我和徐红 林倩说了声 拿钥匙出门 慢悠悠地往停车场走去 想着再拖延会儿时间 手机适时地想了起来 李先生 好戏开场了 私家侦探的语气里 有些幸灾乐祸的成分 我向小区对面的楼群看过去 知道他就在某一栋 某一层里 用望远镜观察着我家里的动向 看来他们真是迫不及待 争分夺秒啊 这回不用拖时间了 我冷笑着感慨了一句 挂断电话 停车场上 张燕满脸焦躁地提着蛋糕 其他的同事也百无聊赖 看我走过来 张燕率先质问 不是说我打电话就是暗号 你下来接我们吗 怎么这么久 我接过他手里的蛋糕 忙道歉 不好意思啊 还不是徐红 不放心我 拉着我嘱咐好几次 让我慢点开 照顾好你 张燕的脸色缓和起来 有了些喜色 同事们也顺势夸赞 徐红平时多么地在意张燕 在公司也经常说 自己娶了个好媳妇 我在旁边跟着捧场 带着他们向房子走去 在众人的糖衣炮弹里 张燕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我在心里暗暗点头 张燕这样的大小街 从小就是被人捧着长大的 心里落差越大 一会儿的场面就会越大 到了门口 我示意同事们拿出手机 把徐红惊喜的样子录下来 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门 带着大家悄悄进去 客厅 厨房空空如也 只有灶上炖的汤 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一阵异样的声音 却从卧室传了过来 我们面面相去 张燕率先反应过来 直奔卧室 我紧随其后 跟着冲了过去 床上 徐红和林倩 正望我的翻云覆雨 张燕大叫一声 壮若疯狂地扑了过去 紧随而来的同事 连忙把她拉住 林倩一脸惊恐 拉过被子裹住自己 徐红手忙脚乱地四处找衣服 一片混乱中 我顺势把手上的蛋糕 狠狠砸向两人 蛋糕砸不疼人 但是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 我还是很解气 一部分同事过来拉我 我开始疯狂挣扎 嘶吼着要冲上去 大部分的同事 只能把精力放在我身上 张燕趁机挣托 冲上去给了林倩一耳光 拽着她的头发 把她拖到地上 开始拳脚相加 林倩赤身露体 男同事不方便过去 只有几个女同事过去拉张燕 收效甚微 林倩惨痛的呼声越来越大 我像是再也受不了 转身夺门而出 留下一片混乱 我再见林倩 是在两天之后的医院 林倩躺在病床上 小脸苍白 看我进来 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我摆摆手 拉了把椅子 坐在她的床前 老公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林倩涕泪俱下地说 我真的是一时糊涂 求你原谅我吧 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 我淡淡地看了林倩一眼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林倩有些犹豫 还是开口说道 两年前 你们公司团建 你临时接到通知 赶回公司改合同 徐红送我回家 我们都喝多了 后来徐红 就老来找我 她说她老婆凶巴巴 没有一点女人味 我脾气好又温柔 她跟我在一起很舒服 后来 我害怕被你发现 想跟她断了 她不同意 我实在 够了 我听不下去了 像有无数把钢刀 在我心里翻搅 我的心要被割碎了 林倩见我动怒 苦苦哀求道 老公 我就是一时没忍住 贪图刺激 可是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我们的孩子 没了 你看在孩子的面上 就原谅我吧 林倩 我冷冷地打断她 孩子是我的吗 林倩看着我冰冷的眼神 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 平安夜那天 你就知道自己怀孕了 是吗 我盯着林倩的眼睛问 林倩吃惊的地睁大眼睛 脸上一道挠出来的伤口 更显得猙獰 还有件事 我刚才去过医务室 我冷冷地盯着林倩 继续补刀 医生说 你之前多次打胎 子宫臂已经薄得挂不住胎儿了 你应该也是担心 以后不能生 所以才冒险想留下这个孩子吧 林倩看着我的目光 慢慢从畏惧变得阴毒 我视若无睹 继续说 你不用担心了 这件事已成事实 你以后都不能再做母亲了 你也不配做母亲 我平静地站起身来 你早就知道了 是你 是你设计的 林倩嘶吼一声 想朝我扑过来 我一闪身 她正正摔在地上 我可没让你出轨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冷笑一声 你的东西 出院后自己去收拾 滚出我的房子 这是我最后的仁慈 你敢多带一件不属于你的 咱们法庭上见 我冷冷说完 不顾林倩的哭喊叫骂 转身出门 走出医院 我抬头看向天空 晴空万里 今天是个好天气 我大不离开 不再回头 那些糟心的人和事 就该被扔在身后 徐红奇人 比我想得要无耻一些 当天在场的同事 录了视频 有几个给匿名发了出去 不出一个小时 公司的群里 已经开始疯传 原以为徐红会自动请辞 谁知他第二天 竟然厚着脸皮来上班 还去董事长的办公室 要求继续做西北地区的负责人 只不过去另外一个城市 帮公司开拓市场 生日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董事长早就对这种影响公司风平的人 深恶痛绝 他竟然还自己送上门去 据知情同事说 董事长只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 谁告诉你 你被内定了西北地区负责人 徐红哑口无言 自然不能说是自己的情人告诉自己的 第二句话 你被开除了 徐红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 六再次有徐红的消息 是在我的升职宴上 我装作备受打击 痛不欲生 但公司正在用人之际 我还是主动接手了徐红的工作 同时 领导体谅我的难处 对于我的工作大力支持 而我自己带团队的时候 就业绩斐然 接手徐红的工作更是不在话下 熬了几个通宵后 当月的数据不降反升 董事长大力表扬 定了我做西北地区的负责人 我为了表示自己的感谢 也为了证明 我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霾 特地在市里面最大的饭店 办了一场宴会答谢 陈哥 你说徐红为什么那么肯定 自己是内定的负责人 还敢跑去找董事长 一位相熟的同事 和我八卦道 总不会是别人假传消息 他可能是想升职想疯了吧 我轻轻一笑 晃了晃高脚杯中的红酒 烟红如稀释过的血液 另外一位同事也凑过来 跟着八卦 我听说 他老婆和他闹离婚呢 让他净身出户 以他的资历 净身出户就净身出户 再找个公司 还不是赚大钱 你知道什么呀 这是都传开了 同行业里 起码在咱们市里 他是混不下去了 我听说是他老婆干的 本来离婚就行 他非要和他老婆 上法院打官司 他老婆是什么人啊 在咱们世人熟地面广的 直接使了点手段 闹得满城风雨 他的名声是彻底完了 以他老婆的手段 和这事的影响力 打官司他也落不了好 分不到财产 我正微笑着听他们八卦 手机响了起来 我举起手机 示意自己离开一下 转身走出宴会厅 电话是四驾侦探打来的 一开口就是喜气洋洋的恭维 李先生 恭喜你高声啊 我哑然失笑 你消息倒是灵通 嗨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他笑着说 李先生 你知道吗 林倩那天被张燕抓伤了脸 现在正在找律师 想起诉张燕 要赔偿金呢 我淡淡一笑 鸡蛋碰石头 不知死活 看来 林倩也要不徐红地后尘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朋友接触久了 心思简单 做事也开始不动脑子 不想想张燕的事例 也不想想自己的名声 我平静地说 我和他 已经彻底没关系了 思家侦探顿了顿 郑重地说 李先生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 想问你 那天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 如果他们什么都没做 你的设计不是泡汤了 我挑起唇角笑了笑 可能是运气吧 上天都在帮我 挂完电话 我转身向宴会走去 不乏它是沉静 手中的高脚杯端的安安稳稳 红酒在杯里轻微摇晃 清透澄澈 一如那天的熟普尔 全文完